好,各位我们继续开会 今天是11月7号 一样我们是我们建设国际发展及计划税务、主计、财政、经济发展的工作检讨 今天第一位登记咨询的是江坚授议员寻达时间10分钟 谢谢大会主席 虎为各位同仁媒体、各位记者的小姐女士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 首先本席要关心我们上周停水的问题 就教育我们才清楚 院长 停水应该在影响百姓最少的时间来停水 可是偏偏在周三、周四、周五、三天来停水 上周 那以至于我们不讲别的 光是讲一个供应学校营养午餐的业者 连续三天的停水 你叫他怎么样来经营 怎么样来供餐 怎么样能够卫生的做出菜啊 你觉得这样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啊 呃我觉得这样可能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就是说这样的一件事不适合人吃蛋 当然这是因为农铁水利会在立家 立家溪这边大南郡的这个饮水道 损坏 他要去做维修 可是他时间不一定要跳那个时候 他可以戳 礼拜五再开始施工嘛 是不是 他偏偏是礼拜三施工 而且立家浸水厂 是台东百分之六十的水源 供应的浸水厂 他在他的东西浸水厂的公厕 还有一个上万度的地下蓄水池 论理应当是分十段供水可以应付啊 更何况台东市有十二口深井 他没有全部启动啊 他为什么自来所公司不启动 十二口深井同时启动呢 在这样的时候 你偏偏要去给人家献三天的水 而且立家浸水厂的浸水 过去曾经有一年 干旱的时候五月份 他们跟立家的农民抢水 立家浸 就从那个旧屠宰产那个地方 从水浸那边打一个洞 买管 把所有农田灌溉水全部引走 那个管还在 那他为什么 不协调农田水利会 从大南浸那边引水过来 到立家浸 然后从立家浸取水 来补足水源 为什么 那太阳浸水厂现在水量很丰沛 他为什么不从太阳浸水厂并联 来供水呢 是不是这个 您会后 跟自来水公司 跟他们要求 以后不应该再发生这种事 谢谢一眼这么有智慧的建议 我们会把它 请这家水公司 现在做相关停水的时候 要注意这样的配套 以及民众的需求 谢谢 如果是三到五月份 我就没话说了 这个时候是风水期 而且经过连续的这个豪雨之后 我们现在的地下水位上升 连东海国小都涌泉了 都有涌泉了 是不是 所以这种情况不应该来发生 这个你 这一段期间 那些业者真的哀哀叫 不过因为他也缩短了停水的时间 他十一天的时间大比 预期中的大概短了一半左右 有缩短了 可是后来又发布说又在限水啊 后来又第二次发布限水啊 那我想相关的政府单位都应该要多体谅民众的需求 这部分我们会跟自来水公司 跟相关的单位我们来多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一般家庭有那个上千吨的蓄水池吗 没有 没有嘛 不可能了不起两栋嘛 一般家庭 是不是 所以这种限水的这种方式实在是不合理 尤其在这风水期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限水 整个区域的限水 所以请自来水公司一定要 这个部分要来做检讨 是我们会转之 另外 金鲁鲁富山部落 他是在进水厂的水源区 可是一直没有自来水 这个问题上次 呃 水量那么丰沛 为什么一定要等新厂完成呢 而且 我们上次在谈的时候 曾经 研管计划 水历史的研管计划 水历史的研管计划 金鲁富水历史的研管计划 不过他已经颁定新的106到1094年的研管计划 所以只要有需求的 那当然他有一定的评比之机制 那县府这边都很乐意跟相关的公所跟相关的单位 直接来配合来争取这样一个研管的设施 毕竟台东的自来水的补均率大概在8成左右 我们希望可以让他 民生利用水可以升得很高 OK 那 因为在水源区却享受不到自来水 是 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这个工作还要麻烦你 会我们会再来 先让他早日可以来接水 而且对相关的 我刚刚看电影院 包括研管有辅助以外 对用户 外线辅助的部分一样还是有持续在做 那我们也会持续来争取 让民众可以来申请这样的一个辅助 好 那另外 家经理 减益自来水 我收到公文是明天要移拨给自来水公司 是 这个工程当年91年 我出任议员的时候 跟研民会要求了280万的辅助 找了一口井 但是很遗憾摩拉克封灾的时候 把那一口井给冲掉 后来又再找一口井 那现在 延荡了很久 因为整个工程在执行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 这个 用户 用户的这个 配水款的这个经费的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他们必须要再另外负担 配合款的这个部分 所以延荡了相当久的时间 那本来是希望 让家经理这个供水 水井能够一直供应到大主 可是后来大主圈村了嘛 大主圈村了 所以 目前是 应该是只有家经理这个部分供水 是不是 对 不过如果现在就是 他本来供水有提了一些 违运计划 如果 一叫给自来水公司 因为我想象外的问题 就会 就会获得解决 那台东县的 是几处的解离自来水 那明年的部分 我们会针对 维修和领域的部分 来多做辅导 而且中央现在也有专款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也都请各个维运单位 那跟我们密切来配合 那提供 提供安全 然后可靠的水源 那自来水公司 他要接管有一个条件 就是 用户接管力 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百分比 他才愿意接管 百分之六十 对 那究竟你这个案 接管力有没有问题 如果 现在 接管的话 那有关他外线的补助会 县政府 我这边补助三分之二 就是他缴的费用的三分之二 县政府这里 就是配偶经济部的部分 有做补助 那一般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要配合相公所 还有村长 甚至邻里长来跟 住户来协调 希望他们可以来缴纳 然后让整个的移交或是延晚工程 可以顺利来进行 我们会下去 而且每次下去不是我们的副作 不然就是我们会直接来跟用户来协调 让他整个东西是可以比较顺利来进行的 因为家经理那个地方 他们有很多用户 住户是自省接管 自省接引三千水 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很多很多部落都是这样 自省接引三千水 或者是有减水水量丰沛的时候 他们就不应移交给自来水公司 等到枯水起的时候 又要求我们说要自来水公司来接管 那真正实要办的时候 他又不肯签 却却输 这是让我们一直很困扰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呢 要请乡镇公所 加强做宣导的这个工作 是 我们会因为这个部分是 自来水要接管很重要的一个 评估的项目 我们这几年 其实让我们通到这样的问题 那乡镇公所还有村里长 跟我们的配合 也都很好 希望可以让整个的接管力可以更高 大会主席 我可以稍微延长吗 有洪中凯议员 他现在还没有到场 那再给我三分钟好吗 好啊 那就再三分钟 然后请医事主长洪中凯议员 那村长还有一个问题 自来水公司 他们去查表 发掘用户的用水量激增 他就先把它停水了 说你这个用水一场 先停水 再还没有查明原因 就先停水 然后 查明原因了之后 还要求用户说一定要先缴 这个所有的水费 然后你维修完这个管线了之后 才能够申请退费 这个没道理嘛 台间公司都 我们都可以协商了之后 啊 讲多跑 要罚多少钱 要缴多少钱 啊就讲这个金额就好了 为什么这台总统是一定要先缴那么多钱呢 三万多块叫人家一事怎么缴 人家一个月吸水也没有那么多钱 你也没有看到脸书 这个案例 这个脸书 我对不起我没有看到 我再分享给你好了 是那有关这部分 反映我们会跟这奶水公司 用县政府的 呃 我们这种管理的角度 我来跟他们协调这件事 包含呃 配合小保官 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 真的是没有道 而且 那个管理后来查理 他脱落落水的位置 是在用户的住宅外 水 距离水表大概不到五十公分的位置 而且八月份 自来水公司有充 有换水表 搞不好是他换水表的时候 弄坏呢 他不承认死不承认 啊最近有几次地震 也搞不好是地震造成啊 不是用户的问题啊 像这种现象 不应该要让用户来概括承受啊 是不是 呃 这个都都 演讲这部分都是有可能 所以您 是不是代表现福 把转达这个意见给自来水公司 请他们就这样的案例 来重新检讨 那我特别 徐旗六 政党长委员 有来 啊徐旗五 我特别跟他提了这一件 他说今天 会对经济部 来提出要求 那您这 再跟第十区管理处 再来反应 议员报告 我有约 呃正水公司礼拜三 就在谈最近严管的进度 那我一定会把 一眼交代这两件事情 来跟他们来会商 那也会用正式的呃 公文来请他们 对这样的事情做呃 检讨和减讨和改进 好 那就麻烦您 是应该的 好谢谢您请坐 谢谢大会主席 谢谢 好 主帮습니다 刀健身 我们建制处的业务有很多 跟人民有相关性 那所以有一些问题 我代大家1000 再您做一些請教 首先呢 有一個新聞 在2013年3月份的時候 內政部他特別提出了 我想之前有幾位議員有提到 就是公設保留地要解編的事情 那他當時有說 有三類優先 就是學校機關跟市場用地的部分 來做優先解編的情況 那這裡有一份 這個我就不考處長了 我直接講這個答案 各縣市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面積跟價值 在台東縣的部分 他待取的公設的用地面積有703公頃 非常大的面積 然後呢 如果要去徵收的話 需要編列2600多億的費用 才有辦法把這些公設保留地 應該不止 那這個統計應該是比較 應該是針對這三類的一個統計數據 那依這個情況 我們要編列這樣的預算是根本不可能 那要中央補助 那根不可能他補助那麼多錢 那所以我們現在 當時2013年說 在四年內要加速這個公設解編的事情 那目前進行的一個情況是怎麼樣 大概這個也是 就是我常常在說明 就是以台東市來講都市計劃是52年發佈 他發佈當時公共設施就是以徵收方式起的 那是最近的像新開發區有市地重圍或者區端徵收的部分 他才是就是在開發以後就一併起的 就納入那個市地重圍或者區端徵收去取得 那這一些老舊的都市計劃所發的公共設施 就正如鴻爺剛剛講的就是 目前來講政府真的沒有這個能力來證收 就是在民國78年有辦公共設施 第二期的企劃以後就都沒有這個能力 也沒有在 中央也沒有在這種計劃 所以在這個也經過監察院的調查 也要求也就證那個內政部 所以目前在前年底 前年底內政部就通過一個 剛剛吳爺講的就是 公共設施反而地通盤檢討方案 方案 目前就是各縣市都由內政部委託 那個顧問公司在辦理 目前我們就針對以台東縣來講 大概是列入 就是台東深喉圈 關山深喉圈 成功深喉圈 跟大午深喉圈 這個等以深喉圈的概念 去檢討他公共設施是不是繼續有需要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一塊譬如是公園幼地 他那一塊就留下來 其他的不需要的就解編 就以深喉圈 不需要每個村里 或者每個都市計畫 都要有那一些公共設施 我們就以深喉圈的概念去檢討 所以目前就是 在上上禮拜 我們的規劃公司 有在我們都委會做一個報告案 就是目前要進行的方向 然後這個大概應該是 明年就會正式提開始動作 開始 已經開始在動作 已經開始在動作 大概明年 明年中旬 就會提我們的都委會 都委會通過以後 在報名政部都委會 目前的這個方案內容大概就是 你如果是 原則上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地主 你可以領回百分之五十 就是可供建築用地 大概是百分之五十 市長我想插一下話 就是剛剛講的是這三類的用地 所以你現在在進行這個 解編規劃的 是只有這三類嗎 還是說包括 大概是道路用地以外的公共設施都會 道路用地以外都可以 對 比如說包括公園用地這些都可以開始考慮 不是 就政府主動規劃 然後我們在公開展覽期間 民眾 認為說你的土地還沒有處理到 也可以 也可以建議 嗯 OK 好 那因為齁 我們現在在做 你剛剛有講區段遵收跟勢地重劃 我看民眾齁 最近對這兩個東西 本來大部分至少能接受勢地重劃 現在看來他們大部分可以自辦重劃 可以取得的土地 或他不用變更原本的一個位置 那 這個造成 我們現在台東市有很多的地方 的現行的情況 跟原本的都市計畫的圖 是完全不同的 這要怎麼改改 目前來看 是要改都市計畫的圖 我聽不懂 他這樣說 我們的都市計畫 規劃 比如說以我們風雲立來說 是 這個風雲立原本 整個路是都這樣 四字方方的 但是現行的情況到現場去看 有很多是三角路地 那 其實就是因為 該徵收的路 的道路沒有辦法徵收 然後 現行上面大家都已經起床了 等等等等 這樣的問題 這要怎麼改改 是要改 是要改都市計畫 是要改 這個意思就是都市 都市規劃 它有 總是有一套準則 目前就是 目前那個 在可以蓋房子 大概原則上 就是以都市計畫道路 去訂建築線 或者是以現有道路 去訂建築線 原則上就是我們盡量 爭取經費 把那些都市計畫的道路開避出來 盡量去爭取經費 然後就是 如果有需要的話 是不是還沒有 沒有申請建築線的 現有道路 我們可以以廢道的方式來處理 我認為 最終既然有都市計畫 還是要以都市計畫的那個 規劃的方向去進行 那這個編列的經費 譬如說我再記一個好了 市區在在 大概在中華路100巷左右 那有一個 有一個魯班 那個魯班廟那 那一條巷子上一次我們有講 就是我們本要去 我們本要去變電所了嗎 一條巷 喔 中華路100巷 對 100巷 那類似市區有這樣的道路 它原本規劃可能是 8米或12米的道路 但是呢 他們幾乎沒有流路了嘛 人家都起違建都起起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未來 因為你還沒有把道路用地徵收嘛 那民眾你要叫他說他推縮回去 也沒什麼可能 那這個要等到編族經費要來把它徵收 把道路拓寬 這個要等到什麼時候 類似在市區 特別那是 真正起步 這個老舊 老舊都市計畫8米路以下的 很像目前都還沒有徵收的案例 都沒有徵收案例 沒有徵收 所以就放在那 對 目前 除非就是大概有 地主有提出建議 是不是沒有這個需求 我們就請都市計畫的程序 去把它廢掉 OK 好 所以我想 這個 民眾對於政府有一些期待 他去看那個都市計畫圖 說我們早前有一條8米路 還是我們早前有一條10米的路 目前現狀就好像3米 還是5米 6米這樣 他會有一個期待感 那也就是說 其實老實講 打開都市計畫圖 跟現行的情況 確實落差非常大 是 那市區外面的落差越大 譬如說 我們豐榮 豐榮嶺 豐谷嶺那一帶 會很明顯感受到 那政府的這個徵收的速度越慢 它起的速度越快 那差異性就越大 所以這個目前看起來 大概有一些困難 好 這個部分大概像剛剛 馮媛提到的就是 針對道路的部分 目前在中華有一個 生活圈道路系統的 取得計畫 像我個人認為 在豐榮國小連接 中華路那一條路 真的有急迫性的需要 這個部分我們再來協調 事工所 就是提生活圈道路系統的 開閉計畫來增起經費 好 謝謝主長 我先再問一下 就是說 目前我們看一下 在去年跟今年度 新政府編列給鄉鎮施工所的 費用都非常少 是 所以鄉鎮施工所 大家都愛 包括這一次救災的過程當中 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鄉鎮施工所他們非常無力 那無力的時候 他當然向 憲政府請求 可是憲政府也很困難 所以拜託他們去給中央請 那就地方建設 比如說陸坪專案這些 鄉鎮施工所他們有一個 什麼城鄉風貌 陳鄉鎮風貌的計畫 或者是您剛說 地方生活圈的那樣的計畫 那目前各鄉鎮施工所的 一個績效到底是怎麼樣 大概 我們大概是針對道路 不管是就是入品或者新屁的部分 大概是在我們的計畫裡面就有生活圈 有那個入品專案 跟一個那個人型 人本計畫 人本計畫 大概在我接處長以後 這個部分我盡量輔導 就是我們補導公所去提案 因為畢竟各公所對他們當地比較了解 他們的需求他們自己也比較知道 就在公所的部分 我們憲政府不會不動去提案 所謂是 人間署給我們的額度 鄉鎮公所報不到的話 我們才會以我們憲政府的口袋 口袋的案子我們提出來 OK 目前來講 在各公所的執行力 我認為不是很好 OK 我們憲政府就加強輔導 好 謝謝 這個我們會的 謝謝 好 謝謝廚長 好 我們接下來 下一位登記質詢的議員是謝賢玉 議員 學長時間10分鐘 主席秘書長 還有我們相關的幾處同仁 還有我們在座的議員 大家早安 這個 上一次喔 我記得我有跟縣長喔 面對面在這個執行台的時候 在執行時間的時候 那縣長有講 我們東莞處不做的 我們來做 那我現在要請教一下那個 我們建設處的處長 這件長 主席秘書長 主席秘書長 歷道喔 我記得我有在這裡說嘛 我一直有一個觀念就是像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大破例喔 歷道真的是當初在觀光旅遊這一塊啊 是有民間來帶動的 所以我們相關的設備都不足喔 那我想也不是只有台 我們台東和我們立島 大概我們 這個觀光旗啊 大概不像國外的觀光旗一樣 那現在因為他要把立島 成立一個海洋國家公園喔 所以他把東莞處所有的 這個經位啊 是 全部停掉了 尤其立島這裡喔 他只有舊的東西來維修 但是立島有 產生這個議員的時候 我在這個醫師廳所講的話 大概東莞處也都有聽到 所以他那個港口喔 其實我是弄錯了 我以為他男生廁所三個小便士其實是兩個而已 是 那交通流量啊 一天如果是在最高的那種流量的時候喔 遊客是有兩三千人 是 在那個 然後 回程跟上傳的 這樣就等於是一倍了 就等於那個 那個人的流量喔 是四千人左右啦 兩個小便士你認為夠嗎 是 我認為不夠 對 那現在東莞處喔 他就打算把 旁邊有 還有一點空地啊 是 他打算把這個 這個廁所喔 再增建 喔 然後讓面積大一點 然後讓裡面的設施好一點 是 那等於說 我上一次講的這個立島 需要很多 這個 公共的廁所喔 而且要需要把它等級提升啊 齁 那你看新加坡就是這樣啊 他要發展觀光 他是 國家帶著 先把引體設施弄好 那你這樣的速度才會快嘛 那我一直 對我們的 台灣的政府喔 真的很失望的就是說 任何事情 任何的發展都是民間在帶動喔 齁 譬如說現在 政府在喊的南向 南向已經有很多人進去了耶 還要你政府來那個南向嗎 那你南向喊了以後 提出相關的整套的計畫嗎 也沒有嘛 那我想我們 縣長他很有心要把這個弄好喔 所以我們那個 你跟我講的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大哥隧道那個 對 那個要做嘛齁 但是因為台灣的關係所以會延遲 那沒關係只要有做就好啊 主持人啊 不過他們 東管處的貶壽的啊 送相關的東西來把我們 管政府申請的時候 齁 有去踏就去幫了 怎麼說 欸 他就把他推行說 裡面的內容 上市內容我不知道 齁齁 啊我的想法是這樣齁齁 機關跟機關一間齁齁 勒見其成齁齁 是 我們打壓一定的建設 喔 扁超大家一定的更新齁齁齁齁齁齁 我們經過這條啦 經過這條 以我了解 以後應該都港府區嘛 港府區就是可以做服務設施 那個廁所生服務設施的裡面一行 這算是應該是可以的 應該是建築縣 建築縣啦 這樣是不是我們會後 馬上跟董哥出聯絡 董哥出聯絡 沒有 我們這樣齁 我們不要用它 像一般民眾齁 那種 就是你講問來 我認為譬如說你的 董哥沒什麼 我就一件東西就幫你拿 甚至這個齁 一個專案的 溝通協調會議齁 重重的 這次就有解決 好 這個房間我回了 我本身主動來進行 因為我齁 我是 憂心忡忡你知道嗎 我現在齁不管啦 你又共產黨要來做本書 我都很高興喔 這個我們立島 港區真的很需要有 有就是 比較大型的廁所啦 對啊 對 為什麼說你知道嗎 我只跟弟弟說 不是我在說 安御八十而已 吼 因為我們 有說就是 現在就是這個執行的問題嘛 吼 議員也有執行的這種 壓力你懂嗎 是是 我常常跟你在這裡 說的說的說的 都說東西都沒出來 那頂去領嘛 頂去領 學員是不是這樣 以後來 下午齁時我現在聯繫那個 應該東方處有委託建築師嘛 我來了解 哪一個建築師啊 因為他的 他的相關資料齁 他會在 這個 我 憲政執行的時候給我 那我是想說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我們態度改變一下就是說 我們來配合他 啊如果說有什麼 一些限制的話可以解套的 機關跟機關嘛可以解套的 大目標 大前提就是 光光區域這個是一個 立島的一個門面 兩個小片子真的不夠 這樣 這樣的 這個信息我現在也在說 我知道啊我們的保障來處理 好啊好嗎 好主張你先來 謝謝 我們那個 財安處長齁 這樣看過問題齁主張 那個 現在我們的 風開後那個 那個上下船後船的地方齁 管治區的地方的屋頂 那個大概要在什麼 預計在什麼時候會修復 今天也報告我們現在跟 透過化妝基金的災害 我們希望能夠幫它改建成一二樓 那目前這個計畫 8號明天在化妝基金會審查 如果它通過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讓它改建 就是除了修復以外 又可以改變成一二樓的 一個上下船的空間 如果沒有過的話 我們也會想辦法讓 最起碼讓它的那個 整個的屋頂部會先把它復原 處長 我的確 我在做主席的時候 我們要進去去的的時候 我相信你也曾經歷過兩次 那時候是那個陳書 陳書會成處長的時候 對 你開跟地方開那個協調的時候 他是跟他的理念說一說的 只有是這樣啦 你也知道 我的意見那時候就是他的樓 那你說像現在的鋼口的外面那個土皮 扶起跟父公一樣 賣的方法如果是沒有修理 就跟父公一樣一樣 就撒毀行道來了 這都沒關係這是一種疲惡 就是說我們的速度 我們的搶修的速度如果沒關係 會造成的後果會更嚴重了 再來這個一二樓齁 現在有人在說什麼 本身有在說說 如果要一二樓齁 為了要修理那個 那把那馬桶就沒辦法扯進去 其實不是這樣齁 工程齁還有很多的施工方法 我們可以用湯牌載嘛 對不對 我們要那個 那個消防塊我們可以用湯牌嘛 我們的 灌漿水泥車也可以用湯牌出去灌 我們的重點就是那個 那個剛才中間的就是門面嘛 如果是一二樓齁 處理我們如果是一二樓齁 上傳的就往樓上嘛 那往樓上的話 隔離開的話就 我們的這個 這個管制就會 應該會比較順暢啦 你的感覺呢 跟你的報告就是 我們當初要 因為有關做一二樓 但是當初委員的建議我們來評估齁 我們有請專業的技師來評估過 他的載重和相關包含的後續 復健如果以後有需求的時候 那不能都不會是 都就是說他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就像議員講 那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處理啦 那基本上我們是朝著 可以把它變成一二樓 包含我們可以讓整個的 後床空間更舒適啦 當然我們也會顧慮到 因為在二樓嘛 也會顧慮到身上 就是有一些行動不方便 或比較年齡大的人 我們怎樣來做服務 這部分我們都一併在考慮在裡面 那這部分我們目前在進行當中 那因為還沒有結果 所以現在也沒有辦法跟議員 報告實際的一個核定的情形 好 因為那個時間也快到了齁 處長我們在擁結心啦齁 有啊 有啊 包含這個處 管理處 我們三個處都 我知道啊 因為處長 我知道你 你有跟我以前在說 這個一二樓在放進去 所以你們這次 就這樣 就這樣 那就處長 就我們 我來處理他的復健的旗程啦 包含這個 我們在 明年 光光的旺季的時候 要煩惱一新的一個感情出來 好不好 我們盡量來改 好好好 謝謝處長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賢瑜議員 對綠島的關心 我們接下來 下一位是 張全新蘭議員 尋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那各位局長 大家早 那 今天 就於 本席首先是想要請教 有關我們國際發展計畫處 余處長 處長 那有關上次定期會的時候 其實本席有請問過我們余處長 有關我們WiFi熱點的問題 那您也有回答說 我們目前台東線有 總共有250個熱區 那 當時本席有反應說 我們海端鄉的WiFi熱點 其實比較不足 那也並不是每一個部落都有 那您也有說 我們 呃 縣府 也有向我們原民處 去申請愛部落的經費 原民會 原民會 去申請愛部落的經費 那這邊 是不是能夠先請我們處長 來稍微說明 就是有關上次定期會到現在 就是貴處在協助我們TD3 這個無限上網的問題 那請處長來稍微說明一下 好 跟議員報告 好 特別是在 在愛部落這個部分呢 我們總共 它有分三期 那目前正在建制第二期 那總共加起來 台東有分配到21個部落 21個部落 那其中 因為它是用 遇照人口數的比例 他們原民會自己有一個排序 所以它是在全選的部落裡面 去挑選出來的 那我們台東有21個部落 其中海端鄉的部落 大概目前有橫頂 然後立道 海端圈 還有烏路圈跟加拿圈 有五個圈 算是在 在我們的各鄉鎮裡面 算是排比較不錯一點的 對 那因為處長您也說 目前就是執行到我們計畫第二期 那未來第三期的部分呢 第三期它就正在 目標會是在 每一個部落都會有嗎 沒有第三期它也篩選出來了 只有 台東只有三個部落 第三期是只有三個部落 第三期只有三個部落 那第二期是比較多 對 那因為本期這邊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考量到說 未來這樣的計畫 是不是能夠對於我們台東縣 每一個部落 就好比我們海端鄉來說 我們有14個部落 那剛剛處長也說過 就是加拿 還有坎頂 海端 還有立道烏路是有 那對於我們大埔 農泉 還有幾名部落 這個地方就沒有辦法去做設置 所以希望說未來是不是在 涵蓋的範圍 是不是以每一個部落 盡量考量到說 每一個部落都能夠去建設 建設這個問題 這個我們來跟 原民會爭取 或是跟NCC這邊來爭取 OK好 那再麻煩處長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 上次定期會有提到 MOD的設置這個問題 因為本期在 九月份 十月份的時候 我也有打電話到 中華電信去詢問 不管是我們觀山站 還是池上站 那由於我們海端鄉 目前初來部落 還有景平部落 大埔部落 還有龍泉部落 我們總共這四個部落 是民眾有意願要裝設 但是中華電信的回覆就是說 線路沒有到達那個地方 就算我們想設置也沒有辦法 那其實我覺得說 像上次定期會 我們也有提出 民眾的連署書 有關我們龍泉部落 就有將近四五十個人 是想要裝設的 對 那中華電信這邊還是礙於到 中央的一些考量 經費上的問題 線路沒有辦法遷到部落 那這部分 是不是能夠再請我們 國際法院計畫處這邊 再去行文 再協調看看我們中央的 市務機關 戶地市務主管機關 來去加強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碰到的問題是民眾想要設置 但是線路沒有辦法到達 而且很比較值得諷刺的是 這都不是山上的部落 這是我們山下的部落 怎麼會說線路沒有辦法到達呢 那地道誤路都可以 這個部分 一方面我們跟中華電信來溝通 因為我認為超過五十戶的話 應該是有商業的價值 對啊 你看像龍泉 我們上次就拿了一個聯儲書 我們光龍泉部落就有四五十戶是想要裝設 但是因為它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它的整體計畫 線路沒有到達我們龍泉部落 那其實我們龍泉部落 你說深山也不深山啊 它也不是說我們南橫就是 是霧露力道上面的部落 目前我們霧露力道反而是還可以設置 反而我們山下的這四個部落 是民眾想要裝設 卻沒有辦法裝設 是不是再請我們處長這邊再幫忙一下 對 線路的確是他們最大的困難 是沒錯 但是就希望說我們在計畫書這邊 能夠再行為給我們一些主管機關 再去再反映一下我們當地的需求 因為我們民眾是真的很想去裝設 但就是由於他們的一些經費的問題 那我們來積極爭取 好 那謝謝處長 那處長請坐 那再來 本期想要請教我們建設處吳處長 處長長 好 那 10月26號的時候 在鹿野鄉 有一個排水溝工程的一個施工 那當時也發生了一個工地工人 被活埋的事件 那不知道處長您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不知道 OK 因為其實本席也是在他住院的時候才知道這個事情 也不是當下就知道 那 這個排水溝工程喔 其實本席有去跟這位受傷的工人來去了解 有去關心 剛好這名工人又是我們海端鄉的鄉民 那其實聽到活埋這兩個字 本席就非常的緊張 也非常的擔心 那由於這個工程是在他們建設的時候 在挖那個排水溝 那水溝挖完還沒有完全完成 也沒有做好防腹的時候 那 這名工人就去 底下去拿一些東西 就在拿東西 在取東西的時候 不信那個 你 對 吐石整個壓到他 而且是整個被活埋 那 比較值得慶線的是 當時挖土地在旁邊 所以也即時把這名工人有救出來 那 只是說他目前就是 呃 腳的部分受傷比較嚴重 那 有關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本席會比較 對於我們工程的 公安的問題 再請教一下我們處長 我們目前 有對公安的部分 有沒有做一些改善 或者是建議 還有一些具體明確的做措施 這個 我跟張全營說明一下 目前工程在發包以後 營造廠 他一定要有 勞安 勞安就是受信過的人員 在現場督導 針對勞安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在勞檢級 像你有公安議案的話 勞檢級一定會要求你 馬上把工程庭公 針對勞安的部分去檢討以後 他也提出改善計畫 勞檢級同意以後 才再同意你繼續實行 那您覺得這次工人被活埋 算不算一個公安 是 算公安 那問題來了 這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報警 也沒有任何人做一些通報措施 您覺得有沒有需要檢討 這個部分 我會後來瞭解 這個是哪一個單位 好 因為本席是覺得說 有關我們工程發包器 都在我們建設處 希望說未來 有關他們工程的一些安全的問題 還是能夠進到一些主動 然後積極去提醒他們 因為其實我去跟這名商人去做了解的時候 他自己也講 當時挖斗機都還在旁邊在開挖 那這時候怎麼可以讓工人進去那個場地 讓他去拿東西呢 對不對 那你看他拿的東西 結果很不幸的吐司 整個壓到他的身上 那現在造成他現在完全都沒有辦法行走 造成他日後還要負擔一大筆 比較龐大的醫藥費 還有復健的那個費用 那我想我們很多事情都是在發生事情之後才去檢討 那我是希望說就這個事情來說 我們把這個事情來當做一個案例來檢討 然後希望說未來怎麼樣去預防去避免這樣的類似事情發生 我想這是我們建設處可以去做協助的地方 這個我們可以 就我先找出主辦單位嘛 我們去了解一個實際的狀況以後我們再來協助處理 是還有就是如果當然是希望不要再有 但是如果未來還是有這樣的請把神希望再通報 還有一些聯絡上網的方式 都能夠去一併的去納入檢討 希望未來能夠再做得更完善一些 好這個我們來努力 OK好謝謝處長 處長請坐 那最後本席要請教有關我們財經處 協助長早 那有關上次定期會 其實本席有提到有關我們南橫路段 目前是沒有提款機 提款機 對提款機的問題 那當時本席也有詢問我們警察局 王局長 那局長是說設置的問題是比較沒有問題 那現在我們碰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金融業者的 就是協調溝通的這個部分 那想說這部分是不是能夠再請我們財經處 會後的時候去幫忙協調協助 小燕姐報告 基本上ATM現在從過了相關所以後 就完全沒有 那基本上因為設置一個ATM 那最基本的成本就250萬 就是設置的成本 還不包含有股鈔 還有保全的費用 那這部分我們再來 我們是一些協調當地的金融業者 如果沒有辦法 我們就看是不是有願意 比較有公益性質的餐 那個不要公益性質的銀行 願不願意來協助 那我們再來 台二縣三號的部落 還是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說 希望這邊再請我們盧處長這邊 會後再去做協調 提供一些協助 設置上如果用地的問題 到時候再請議員協助 OK好 那沒問題 那再麻煩我們處長來協助協調溝通 OK好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張全新藍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高委出高議員 質詢 謝謝大會主席 各級處的局處長 還有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 大家早安 那我想請問一下建設處長 董院長 早 建設處長我們都知道 各社區部落的道路 可能我們在鋪設立青的時候 大概是在一二十年前就開始鋪設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其實都沒有刨除過嘛 都是把立青呢 疊了再疊 致使我們的路面跟水溝 相差了十到十五公分 所以現在也造成很多用路人的安全 那是不是處長這裡有沒有其他的方案說 或是你們有沒有實際去普查各社區部落 哪一個社區的那個路面跟水溝相差有到十 十到十五公分 這個是你們都應該要做的 那你這裡處長有沒有解決的方案 或是我們到各社區裡面來去普查這些路面跟水溝的那個落差這樣子 那我想請問處長你有沒有這樣子的方案 這個在現場上任以後 現場提出一個路評專案 這大概每年有七千萬左右的經費 就在做各鄉鎮公司的破損路面的改善 因為這個經費事實上要兼顧到前線也有困難 也有困難 所以我們大概就針對四七道路 各鄉鎮的四七道路跟縣鄉道的部分去做補強的 所以在村里道路的部分這個 以往到現在就都屬於鄉鎮公司他們應辦四項裡面的 這個部分大部分都鄉鎮公司在處理 如果鄉鎮公司沒有那個難力 然後確實路面就是破損的很嚴重的話 大概我們請示縣長縣長也都會去協助 所以希望吳處長這邊像我們長冰箱 已經一二十年都沒有在整修過 如白山安甄筆社區或是到太原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應該都很清楚 我希望說會後是不是吳處長有這樣的時間 能夠陪同我去看一下我們各社區的路面 是破壞到 路面都已經壞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部分的話 吳處長希望會後能夠安排時間可以嗎 好的好的我們會後就把這個來安排 好謝謝你已經請坐 我想 處長你請坐 好謝謝 我想問稅務局長 局長我們都很清楚 從電視報導裡面新聞裡面都有報導說 地價稅都已經漲漲幅了嗎 尤其是台北市台中都漲幅的很高 那我也是台東縣民 那我想了解一下我們台東這邊的地價稅有漲幅嗎 好謝謝議員關心 台東縣105年的地價稅平均漲幅是16.5%左右 16.5%左右 那我想說有沒有造成民眾的一種負擔 它漲幅的是百分百分比是怎麼算 藉由詳細的細節可能要請教主辦的單位是地震處 那地震處我們所了解是 它有成立一個地價平易的這個委員會 那也每三年呢這個調整這個公告地價的這個 來做一個討論 然後公告之後 我們稅務局按照它這個調整之後的公告地價 來乘以百分之八十 是作為一個課稅的地價的基準 那在按照你是不是自用住宅 會用自用住宅來做一個課稅 那地價稅有一個特色呢 它是一個 除了我們一般自用住宅以外 都是累進的稅率 所以這次的調五會有影響的 應該是原來的土地比較大中的 或者是原來的土地標的的附近呢 就是相較於過去三年 有一個相對的繁榮度 可是局長我想了解一下 我們漲幅這個漲幅的那個 多少就是我想了解 是不是以它的實用性來漲幅呢 還是以它的地的多廣來去漲幅呢 我所了解的是平均 我剛剛一眼報告就是平均漲幅是16.5 那當然是平均就會有比 12.5高一點也有比 甚至沒有漲的部分 那我如果可以算到個人 每一個人的平均來講 在自用住宅的部分 每一戶平均增加72塊台東 那如果是一般住宅每一戶增加 平均是484塊 但其中有90%只有漲173塊 所以如果說看起來我們平均 90%以上的縣民增加的稅額是170塊左右 所以稅務組長我這邊有一個建言 如果說你們在漲幅這些土地稅的時候 或是房屋稅 是不是在你們政令宣導 能夠做的確實一點 才不會造成我們很多的民怨好不好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高美衆議員 注意我們道路的狀況 其實不是只有那邊 我們南匯公路也是坑坑洞洞 我們應該不是縣府的吧 南匯 吳慶龍 吳處長 南匯公路那個香蘭那邊 不是縣府的主管 那是很大的 我們接下來下一位登記執行 我們是陳志豐陳議員 尋答時間1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大家好 首先我請教一下我們學務局長 這剛才想到 我請教一下 我們台東所有的台東館 所有的飯店 飯店那裡 甚至度假村 我們給他求什麼 就我們主管的這個事項 就是地價稅房屋稅 如果有時候卡拉OK就有娛樂稅這樣 地價稅 那還有什麼 房屋稅 他們營業所得都沒有稅 那個是國稅局 我剛才講 就我們本局主管的部分 那等於是他們在我們這邊 土地取得 然後在營業 我們根本沒有課到什麼稅 事實上他還是要照我們陷阱的稅制 是營業稅 然後營利事業所得稅 他們都要繳 只是繳給國稅局 台東分局負責 就是 等於是繳中央嗎 對 對我們地方也沒有什麼 有什麼幫助嗎 我只知道在試算那個 我們這個 像是一般補助款的時候 同程分配稅款的時候 營業的總額還是有一個全數 營業稅的總額還是有一個全數 那全數不是那麼高 那是一個基本分配的全數 那等於是他們來 像我們VOT 什麼VO 那弄一弄 可以課的稅就是那麼一點點 那跟陳一眼報告是 那機長 你覺得這樣對地方發展 台東真的是有需要再發展 即使我們國稅加地方稅全部加起來 整個台東縣鎮還是沒有辦法 以這樣子的稅收來維持 還是需要中央的一個 講到陳伯任也沒有什麼幫助 低調而已 我覺得從地方發展也是有 我喝太多 我是有機會給你們問一下 來請坐 謝謝 來那個建設處 市長 市長 市區我們的道路 市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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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表 第二 這樣總統我們台東這個汙水的處理 這樣總統的鎮定就好 鎮定的一區的總統差不多要到 一百 一一一六大概在十年 十年 這樣啦齁 那我做一個要求 是 他們現在目前都在我們的道路上面抗體國 對 對 抗體國齁 我告訴你 那有一個飛鞍性就是漏好 會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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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我要建議的是說 我希望他四天天天 你准做好臨時旁邊的那些點 要咳嗽 咳嗽好 咳嗽好 正經有人咳嗽好之後 下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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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顆一顆都有 到底裡面的新聞是有夠 都沒有夠 我是希望你跟他們四天天天 說 這個房子我來要求 雖然是飲食的齁 在後來可能還要做點什麼 飲食的 我感覺 那個飲食也不要太囉嗦 是 是 那用路人的安全也是要保 因為那片鐵斑那大片 不是說小片的 因為如果滾鞍 你像這個滾鞍 旁邊過 稍微撞 那有要求他先圍起來 對 你賓國啦 圍起來 等一下用路 人要使用的人 就是 滾鞍的時候 我都拜託他圍起來 如果沒有滾鞍 再開放 因為如果滾鞍的時候 鐵片很大 是 那是這麼大片 這是一個要求 他比前天氣還十年 對 另外齁 我跟他探討一下齁 我們 台東幾個地方的風胎齁 我們所有的風川 他的社會都已經 都已經 都已經 到路邊了 是 啊我們的手順 我們古早的工程是甚麼 黑金嘛 嗯 啊我們 我們 建設廠 我們也有 也有在表 說這個齁 過程我們親衣跟表索 親衣嘛 啊就是要賣嘛 是 不然現在外面的工程沒有那麼多 啊 啊你所有 每一條有 你旁邊掛啦 你上去 台風掛 每一條有 掛成 都都掌起來了 啊只要如果滾鞍 相對的 你如果比較輕的 水煩人 是要在射路 比較近嘛 啊你比較輕的 射不去 就是上一條的 渡路 你怎麼 你像我掛成這個 他這 這 你會想一個 比較好辦嗎 這個部分齁 我覺得 太平家的部分還好啦 太平家現在在那個 太平橋 太平橋 站上去 那裡 我是 有一個 秋三四六金融 三小 都 風掛來都一張燉在上油 所以這次 這次 日方橋 這次 經過 預計的補問 就比較沒有 啊現在 主長 這是你一部一部文 我 我這是 現在 符合 那個 實際 我 我自己的建議 我們現在在做南部 需要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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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我們 打出來的那裡 去做一個 爪 撈出來的那裡 我們 不要賣了 對 他在你表 也沒有人要買 要簽 介紹到那裡 他也沒有去簽 我們比如 如果我們用我們公家的錢 所有的 所有的 都要掛成 我們這裡在河城 領館那裡 通通 如果簽工 要扣起來 從南部的這裡 就要把它簽了 他們那裡也簽了 他們那裡也簽了 他們那天 他們那四天也簽了 他們在那個 在台客 台客 我那邊那裡 在台客 他們那裡有一個 叫做 出 就是轉運站 砂石的轉運站 他們機器 他們大概是 就是 平衡 他們沒什麼簽 不然你沒什麼簽 也是要簽 對 我們要簽 我再補個一個 補個一個 我們就盡量 也是去 像我們那個 日本家 日本家 日本家也 由莫拉克之後 上面那個 本台的土質很多 所以我們每年都簽 我們就發生 我們有一個 叫做 資本 溫泉專用區 就是 一彎的部分 那裡有一個 三十幾公斤 那現在是 郭雅茶蘭市的土地 我們那裡就是要簽 大概是四到五米 簽到那個 那裡 到我們的鐵宏廢館 就是我們資本 市長 現在在做計 我們那裡都被簽起來 你說的是 可能是小部分 不過你看我們所有 你不論 不論是 東方館館 還是我們館館 對 我們的所有的 我們的 客廠 是 都已經 超費館了 你如果 路一邊路 其實 以前 漏的那種 火水量 它還要怎麼接收 不過它現在漏小花 它就漏出來 因為是它的 河床 太大了 對 你如果要簽 實在是它流下去 量到我們要簽的 我們要簽到真的要賣 不成比例嘛 我是希望你簽 也要簽 如果要簽到 如果要簽到 它如果有水來 你漏也會不會 漏那麼快 對啦 是不是這樣 這個部分 我陳原報告 我們除了 錶修以外 我們各個囤庫案 還有其他 有需要的工程 我也盡量去 去理 我們不可能用不用錢 所以 比較不可能 我們賣起來 一通就要幾百塊的工程 那如果要簽到 你讓他們去賣 你覺得 那賣就沒有錢了 那現在 要賣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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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因為現在開設單位 尤其是 一些 我們的剪刀 他們都 目前還認為說 我們簽一個 就是賀金 所以現在是簽 沒有效 對一個關係 都一樣 簽一個沒有效 沒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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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人在應對 是很簡單 其實水在流 如果流出來外面 我們好像在地本掛樓 那幾個變出來 是因為都掛成太多 我們現在還要開始清了 你如果清得太多 我都說水龍在走都走不走 你現在就是太多 變成水來就出來了 它的水龍就沒有固定 我們現在 我們清一個高粒 水龍在流的比較固定 不然現在那三個 比較少高粒 你現在在那裡 有啊 我剛才把 我三十月 我再請教一下 我簡單地說 我們的豐田大牌 像你剛跟江青書在說的 有沒有土地取得的問題 那照理你講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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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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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難 沒有 因為那個木前 不是七牌的原位 木前七牌的原位 每天差不多八米而已 現在就要去了解 先了解要怎麼走 我 等一下 再跟鄭議員 回答我 我時間夠 好 謝謝大會主持 下半場還可以再登記 請你不要離開 我們接下來請我們 田師兄田議員 質詢 尋答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持 本人在中的十三個發聲過 請客 可能在說 在議員上面 會不 不倒會很清楚 請大家重解一下 那段時間 你也要感謝各位的關心 那 前在我們 神也要在說 呢 說成有價格的問題 我在想去 我們 妻子報告這個 因為 長 child'sliches 在大火的時候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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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因為我們成長在這個 這裡已經十公里了 但是就沒有這個水這樣 但是這個宇宙真是不簡單 看你人外 穿到背後回饋大自然 真是回饋大自然 這個大火流下來之後 所有的白水都在山上下來 掛山 掛椒 大小頭 我們有做這個都撞到去不中 但是現在 粗粗的山上 一定都流下來 這樣流下來之後 政府黨員就變成會非常辛苦 流下來之後 你現在沒處理 後來 流到土地的時候 你沒找到精力 那個時候 大水就一四個老了 就又回饋大自然了 我現在我想要跟我們處長報告一個 因為我們的風電大白的問題 就要我們丹羽然看過 後來可以做資料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這樣目前 在這裡現出的大白天館 可以做一些修復的動作 他旁邊也已經有個比較大坑 對 比較大坑 對 沒錯 其實都已經有三四十年了 對 以前都要往董營的時候 水裡外做之後 已經搞了我們台東的粉絲夫 大概四十框年了 他以前都聽到你的聲音就好了 所以現在你如果是說現在做一些修復動作 可能投到要花兩三千萬 可以再說這麼久 你現在要做一些我們不會說 尤其我們在當中關於醫生 還有我們經濟的國家 到底有什麼經濟到那個錢 不然這都會有之數 但是現在目前要受傷害的八成 是最嚴重的 這個大水還要多久 我在這裡要跟我們社長敬意一下 現在以後我們整個 我們建設這個地球 溫度性完之後 什麼都變掉了 你看我們今天所發生的 風呆做不算 比較出來就是這個風呆 因為這跟我們現在目前 目前在做風呆 跟以前在做風呆 以前風呆不會去賣 對不對 現在下了就下了就下了 下了就下了就下了 下了就下了 下了就下了就下了 這個小的大爹不知道什麼名字 連名也沒有名字 還有你 我們台灣全都裡面 軟來軟去 寫來寫去 聽說是女母的名字 我已經是跟她的女母的名字 他說 我們要來試一試講 喔 因為現在這 你開車子 又大小 你現在如果不業 當然這水掛去 八成的土地打到他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叫我聽《 》也不會葉 不是你還看我們現在 我們每年就好了 我今年開始 在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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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度已經相關了 我現在最煩惱就是我們所謂八世已經 現在做農的這些 因為要做是很大的威嚇 所以說我請說我們處處 來可以做一些分流的威嚇 應該做的處理 可以做一些保修的 應該也要去做一些保修 目前這樣來會比較省 因為你現在當時風景大白 他是做雙眼酒的 那時候我是十五歲而已 我每天去市府 每天也在那裡走 那酒頭是很貼雙眼的 所以他現在要怎麼做動到這樣 所以在這裡也要去處處 你比較關心 因為我是不是報告一下 我報告一下 好 大概我們就是河川治理的部分 目前有一個計畫 就要留意綜合治理計畫 目前大概可以跟中央申請的經費 大概每年有兩億 現在主要我們治理的部分 就是針對太平溪的部分 針對太平溪的部分 另外有一個應急工程的部分 就正如田野很關心的立架 還有大概五百公尺那個銜接的部分 這個明年初就會做 現在重點是放在太平溪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大概是我們這個 太平溪的部分大概是到107年 就整個治理都可以 包括陸體公構的部分都會完成 所以我們大概會提另外的那個 七排的部分 針對田野比較關心的那個 風田排水的部分 目前我們就大概是 墨蘭地那個跟梅基這個 台風的附件的部分 我們有提了2730 2700萬的附件工程的部分 另外在那個就是跟立架啦 太平這個整個整個的規劃 我們大概會納入下一期的那個 流域總和治理計畫去規劃 規劃以後就看 再依照計畫的期程去執行 這這樣也要感謝我們吳處長齁 因為在這裡也要替我們 那裡的鄉親齁齁 大家對江湖有在做的 真的還是要給我們處長一個掌聲齁齁 謝謝 所以那些立架構裡面 總統花幾個月在那裡 八線都看得到 八線都看得到 真的那條高做起來了 因為我們台南市堅固 幫助很大 不然你像台南家 如果是百條的 我常常在說 遭殃的不是只有 封典地區的人 是整個台東市的人 齁 因為台南家這是 這也比較恐怖啊 因為它的 原面就是到太平川價格 那這邊就到 靠那裡價格 它的西武士非常廣 齁 所以在這裡也要跟我們處長感謝一下齁 所以在這裏面 最多的那間 應該也是要看起來 不用那些地區 也不用亂照 對啊 所以我一個做的大桌的時候 齁 我幾天去考慮 真的很不錯 在這裡也要大家鼓勵感謝 那個處長你請坐 謝謝 謝謝 再來一點點的時間 請我們那個說服局 我們李局長 李議員長 其實喔 紅苔現在那麼多八歲很難 我自己在這裡一句話要再拜託 因為我們在八歲 真的是 真的是手要努力 手要輕一點 所以我們在八歲 其實 我是怎麼這樣說 在八歲 所以鄉虛的政府的保重 真的是有夠多 尤其是最少 但是現在的稅金 真的要去的時候 你現在有個去這樣 有個也拿出來這樣說 我沒有去就等了我 我看一看 真的八歲 現在是有夠可能 我一個禮拜 我去有一個學部安靖 他是在我們正在做手機的 但是 只要他吃到 我們去幫人家做工作 是老闆發錢給他 但是他吃飯要靠自己 他就去太平川吃 他就 麵吃吃 流了一些湯 還有兩三堆 小菜 他就拿回來 被警察抓到了 他在那邊喝了一杯的米酒 那回來的時候 住在那個他的他的家裡 到他的他的家裡的時候 對佛的一萬零 一萬零以後 沒有超標 一點 那個零點 零點一九 所以 你要看 我是 我是逼姊姊在說 那真的很可憐 他要叫我去說 我說 我就跟他朋友講 我說現在 什麼人去講都沒有用 人在總統去講也沒有用 人在縣長去講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警察局沒有來 剛才在警察局來的時候 有時候 他多多少少 也要有一點同理心 你特別這樣 過了 在處頭前而已 這 有時候 這也比較 也比較過當 好 那處長您請坐 好 謝謝主席 好 祝田園人身體健康 我們 接下來請今天上半場 最後一位登記質詢的 林參田園人尋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落主席 胡副長 來的請起來 這有感於這個 天候議長齁 災後要対 qued Star 重創 但有很多逸�ượ 淹水地區 我相信你比誰都了解 這邊是叫做一個貢亭 因為你有專業 那用專業 用地後 用很多人用 downturn 想買金面的思oute 甚至 cer 我拜託你多多來關心液淹水地區啦 有很多地區就譬如舉例啦 這是我們的律師的隧道這個問題 趕緊也要解決辦法啦 我先說明一下 等一下 我只是要邀請你 拜託你用心去做的 團體跟辛苦我都知道 你下面的人也不夠 我政府的財政就是這樣 你可以有多少錢 你做多少實在的事情就好 你請多 你這個現場 今天這個現場最好的 就是我們的稅務處的局長 水丘到那裡有多少錢 笑意味的 那個財政處長 來你去 這七十年 這是什麼人尊給他 你說過一個 你說過一個 過一個 七十年喔 不就是透過公開招 沒有啦 什麼人尊給他七十年 什麼人尊給他 你說什麼人尊給他 我跟政府就 我們就十十年來做 我今天跟你報告 我會親親跟大會主席報告 連我們的大會主席 我相信他也很莽然 但外國現在有一個團選喔 你們四季都在邀請人議長 在給他外國喔 沒有啦 你們四祖 都在破壞議長喔 沒有啦 七十年 你好意思喔 這七十年 我告訴你 我要直接向你報告 中報告的啦 一開始 無名其妙 無名其妙 在那裡 在那裡 四五十年 那些國務生房 包括很好的 是本宿舍 就跟他們 要跟他們 吵架 結果過後 當然 法律感 尊重思法 現在過後 把那些老人 六七十歲 七八十歲 老人 建立立書費 無名其妙 接著都要立立書費 不建議 起立說 把老人的民間 用炒烘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 這個你也沒有 沒有那些人喔 那那些人 你要報告 沒有 我呢 我會交個小組 你要報告 沒有 我就問我 所以你就不知道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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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事實呢 如果是我的錯 我的行政書 是我賠 當然那個不是你的錯 我要講良心話 行政書 這樣你就要了解 但是你怎麼了解喔 這政府政府在做事 用這樣 農獨的手段 民國三十四年 三十六年 他在那裡 他也是從事公職 政府 叫你說那個土地 平人心想啦 若以土地平均地前 那個都要放贏給他們 對不對 當然 就是都公家的 土地公家的 但是你怕這個 你就故意做一個假象 你把那個停車中 就去停富康巴士 就去停車 我們徵收這塊土地 未來是要做停車場 公用公共的停車場 OK 我也可以接收 我們從來沒有說 那一塊土地做停車場 等一下 從來沒有說 那二管 那二管是誰 誰準 跟你的報告 我們用公開招商 好啦 好啦 主委 這樣叫吳俊仁去標 他不能標 他是管理的主管 所以 叫他我標 他跟平常說 你是不能標 奇怪你也不能標 對嗎 他如果標有四 所以不能標 如果他不敢拍他就沒標 要穿出來 我請教你 請問 你講的 信誓擔任 桂田酒店的董事長 在我的面前 還有在劉兆章 劉兆章前議員的面前 承諾說 台東任何一塊土地他都不要 結果他今天 偷偷地搶 這我說我有一個 你去問他 有說幾句話 我才不是沒有 我也是 我也是問他 做到一個董事長 不用這樣 欺騙 不光彩啦 那台東的這些 飯店業者 輕而易可安 如果我的老闆 他不會 不懂得來掠奪 台東的資產嗎 他還是奉公說法 用他自己的資產去買土地 來蓋飯店 以台東人共存 這種生理的反應 我們可以感受 我們可以做到嗎 怪田酒店的老闆 你聽我講 你把我承諾說 台東的土地理念 你都說沒辦法 你人 他失去了一個誠信 那不想不 你這樣就好了 她說沒 我才來 還揚 我請教你 你是否說什麼 都要依法行政 當然啊 好 再說一次 公務人員應該要依法行政 好,做任何事都要依法行政 那如果我跟你檢舉有違法的,你敢辦嗎? 只要是我的權責,我當然要辦啊,不然我就比你隱匿啊 那你敢隱匿過嗎? 我不敢啦,如果是照我的權責,我一定做啊 是啊 我的副兩條給你做啦 那就是我的權責 當然,當然一定給你做 照我的權責,如果沒有做,我就是肯定了 所以說啊,黃建林縣長啊,他要卸任啊,他們要包袱 但是他要知道後面要承接的人,像我們議長,他想要選縣長的人 他尤其又是國民黨籍,在這裡不分什麼政黨,只要為台東好的 你莫名其妙,你知道這台東新議會的大家長是邀請你 你做什麼任何主張,起碼一個尊重到議會來做一個審查 我說你聽到,這不免你做 這不免你做 你免你做 所以說啊,我提醒各位的公務人員 我們不管在什麼時空之下 面對我們的老闆到底是誰 做事情都 本著自己的一點點道德跟良知就好 你支持你的老闆我不反對 但是他最後的道德的黃線你一定要有 工商科長,有來嗎? 來你請客,你也注意聽一下 你說明一下 立島在你們福島的產業發展,有哪一樣做得好的,來你講一樣就好 那錢都給你們,給你給你給你,給你給你收拾拿出來,你也扯 你說什麼 台東人要注意聽,注意看 黃建廷現場說他是五星級的 立島有什麼產業,他撥了很多錢到立島 他的產業在哪裡,工廠在哪裡,登記證在哪裡,勞工在哪裡,請我說明一下 你請客人家,你講一樣就好,讓你講 這不是你說的,給他講到 現在那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 他也是我家裡的同仁 他做辦事跟你無關,你是清涼的 我沒有了解,海底面不是在哪裡做的 你趕快解釋啊,你可以隨時解釋 他們這個是立島鄉公所他們之前發包的 那他們這個計畫 什麼叫地方產業你知道嗎 地方產業可以到外縣市去採購回來啊 不是,他們是委託廠商OEM去代工的 在哪裡代工 很像是在外縣市啊 阿林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說嘛,你有沒有 要發展地方產業的東西在哪裡 他也不知道也沒有人記錶 人家去買地下公司來用,你也在那裡用這樣 你都不知道啊 工商科的科長既然連這個都莫名其妙 這個是鄉公所他們自己做的 鄉公所,你要負責監督 錢給他們,他們的產業發展在哪裡 你就退去鄉公所 可憐 可憐蟲啊 台東不進步,就是給你們這種代水銷 阿沒有歡迎,拜託盡量過 台東在這裡給你們這個代水銷啊 產業發展 那麼多錢都給你們 東西在這裡出來,你們也不知道 還在那裡往後站 台東的土地,所有的資產 我們要共同守護 不能因為一個茫庵的黃建敏現場 無限的掏空台東的資產 他就要卸任了 上帝不要再疼愛他了 台風之夜 他藥商回購到台北去開庭 上帝一定會懲罰他 既然對一個老人 強迫他翻籤 還把他的戶土給他凍結 老年金就讓活生的不要凍結 看到嗎?台東沒大人 每次都要看他一個人不認 就別人聽他的話 聽什麼話 講師傅就好了 市長您 我不知道我們的大會主席 知不知道新生公園也出去秀他隱城 這個難道不是重大為何為師嗎? 水中也拿著 來,換你一下 那個不是為師 我們是大會主席 什麼人做給他 誰做給他 嗯 呃 欸,我提問看旁邊 欸,康哥在旁邊不是摩托云 啊不然大家又大條了 摩托云很漂亮 如果中的時間也會看 阿宗你都會看 現在是不中的時間也會看 阿宗你都會看 阿宗你怎麼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時間 他條件雖然都會看 他條件雖然法 但是 心理並不善良 我們是主席的 什麼 黨的都做國財團了 我們是委託 好啦,委託啦 盡量委託啦 我心感到 謝謝大會主席 我不敢在爭議啦 我希望台東啊 再給洪建廷再搞下去啊 台東會完蛋了 謝謝 不會啦,現在我很累 給你的事情 不要 我才是我的父親 我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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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林議員 有時候你罵我罵得很兇 有時候又把我捧得高高的 我自己有時候都搞不清楚哪一個才是真的你 謝謝 好,我們休息 中場休息到十點四十 我們再繼續開會 謝謝 好,我們繼續開會 今天下半場第一位登記質詢呢 我們請張卓然張怨質詢 許答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啊 那個來放下影片 好不好 請各位看一下啊 剛剛這個影片啊 這個是麗色隧道的地方 就是這次台灣直播 陸陸續續的水飯 大家看一下啊 麗色隧道從以前到現在就 不曾經有這樣的狀況 沒有嚴重啊 這個還是幾次不是相當嚴重的 一個一段的時間 嚴重的那一段啊 是沒有拍照啊 今天平時去沒有拍照 所以啊 你要看啊 這個是 比較小的都 水多那麼多了 所以看一下 我想請教那個建設處長 你剛才看到這個 這個影片以後 對這個區塊 有沒有做一個善後 怎樣的方式來處理 大概 兩個禮拜前 我們有 就是約一個 我們縣政府的農業處 農業處 地震處 然後中央單位有水保級 工務段 工務段 還有台東市工手跟貝南相關去會堪 會堪 會堪以後了解就是 它是從 都是從那一條 那個房子旁邊那一條路衝下來 本來 本來 那上面有一條溝 是通到那個 十谷排水 那那個 溝的部分被那個農民 那個 用倒土牆把它 把它封掉 所以 我們會後就結議 就是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農業處去處理 去處理 把那個 就是百姓把那個 港府牆的部分 再打通 打通 讓那個山上如果流水 有下雨的話 那個水可以通到 比較北邊的那個師傅排水 謝謝處長 至於這個問題 你們都已經有去發現問題 但是也有想辦法去解決問題 這個部分過去來講 以往 我記住 之前早期我在貝南服務的時候 後服 後服的水很大 對 然後流到 沈到台九 然後 我們現在 往關 往這個關山方向左邊 有一個彩虹社群 這彩虹社群 有一條大牌 一直通往 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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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石路口那裡 就是下冰狼 下冰狼的前方 一直到後服 呃 我們做了一個大牌 大牌以後就是 排後服那一帶的水量 然後後服那 那個大牌的水量 一直到了神道 到了 長社區 一直流出大海 那麼這個 這一條河流呢 也吸收了 呃 我們 跟 王北走的 右邊 的 山區 齁 那它的水量 我們都把它吸收了 所以變成一個大牌 那現在 這個是在大牌之下的 呃 十五色群 那這一段呢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當然 剛才廚長所講的 這個怎麼是一部分而已 齁 是 不代表全然性的 啊 最主要說 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澎米真的是太大 因為它累積 累積的雨量 齁 太多了 那至於剛剛你講的這個問題 我想 這個怎麼樣方式齁 齁 我們來散後處理 那這個問題將來是影響到怎麼樣 不但是省到交通的影響 然後叫南亡 北南 如果說雨量再到 南亡北南 受害 然後一直流到 現在我們一位出去 到北南 十路口 這台九十路口 往新港方向 水量一定會下來 那這個部分我想 請處長齁 呃 在 剛剛所唸出這幾個單位 我想 做一個分享 密切的 來 來溝通 另外 我再補充一下 齁 再看那個 再靠 就是北南國中對面那邊齁 齁 往那個太平溪齁 那一條我們有 已經做了一個下水道 是啊 那個下水道是從路 欸就是 省到的路中間 才開始做 我們現在 欸 就最近我們在規劃齁 就整 整個省到的部分 那就下水道直接通往 通往太平溪 好 然後在下水道中間齁 他目前已經有三百公尺的那個 在路中間 但是側溝的水都沒有進去 這個部分我們會一併改善 既然說沒有進到石谷排水的水 到北南國中的時候 就可以 就是 透過我們的下水道 引導到那個太平溪 剛剛 剛剛處長所講的發掘的問題齁 應該齁 事後做一個妥善的處理 當然 是這樣 啊但是我在這邊講說 這一次的水販跟颱風 之大齁 啊 並不是人力所能抗擊的 啊所以在這個 就這樣講齁 像現場所講的一百多年是最大的一次 然後路路細絮的下雨 喔那個�量累積得太大 過去曾經 沒有發生過嗎 不曾發生過 那這是這樣的話 就剛剛我講 能力所不能抗擊的 我們也沒有想到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所以造成這次的災害 當然因素會非常的多 那我想這一點 是不是請你們 真的在這個區塊裡面 它不但是影響到死骨 悲難地區的死骨 它影響到南網跟悲難 還有我們台東市 整個安全交通的問題 我想這一點是耽誤自己的事情 請處長能夠做什麼專案 來面對這個問題來處理 好不好 那處長你還是 還是我一個意見給你 這個沙石 太平溪的沙石 溫泉的沙石也好 我們開發的相當很多 因為都是累積核場都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 現在的氣候變化是很無常的 所以並不是我們可以推算的 用我們去想 將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你沒辦法去推估 大自然的變化 就像這一次一樣 那現在溫泉溪太平溪也好 像那個美濃的那個 班舊那一代 我們河流都有開挖嘛 沙石的堆擠嘛對不對 它囤積了太多 那我們現在我們現在開挖 我們過去曾經也提過了 也許你們考量的單位是 沙石 何氣何從 又不能賣 又不能怎麼樣 那時候價錢好的時候 又怕說違規 所以你們有你們的高度的考量 可是現在的沙石已經是降得非常低了嘛 甚至沒有人 沒有人要跟你們爭取嘛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有一個看法 這是我們印證的一些事情 就是說 所有的河場 你開挖的沙石 你河流這麼寬 你挖那麼寬 然後把這個沙子放在兩邊 結果像這次的大水一來 在這一次不算 在之前 水一來 只要河流有水在經過 大水一沖 越很大 結果你兩邊的沙子又回到原位了 就你河場還是這麼高 如果說新增上面在流下的沙子你更高 變成說 你發的那些錢效果不髒 不但是不髒 反而對你的河場 增強它的高度 是有助理它 所以我是認為 這樣的方式應該要改變 應該改變作法 這個沙子看怎麼去處 台東線是不是找一個低劃力氣 就像我們溫泉一樣 找那個建屋山上那個空地 堆擠 那我們在台東來講可以找低劃力氣來堆擠 應該也可以 如果賣的東西當然是賣 甚至於我在這邊有個意見 這個河場的整治 泥沙的層漆 是不是可以請民間 民間如果吸引 你就去挖 那政府可以省很多錢 然後民間它的土地它放哪裡 你們去看 我是認為這個很好的方法 現在我有沒有考量 有沒有考量這一條路可以走 你們想過沒有 謝謝莊伊倫提醒 就是以 以資本系的部分 我們大概現在就是 要堆次在建屋山 把它堆到跟堤防 我剛剛有說明過 大概堆四到五米高 也整條堤防都墊高 大概也保護以後建屋山那塊地 交通也比較方便 讓台九線進去就可以平得到溫泉橋那邊 大概這個量大概有 五十萬 五十萬方 要堆五十萬方以上的量 這個大概 大概就是 大概三四年的 我們要輕易的量都 都從那個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溫泉剛好建屋山莊 這塊土地 被你 被你使用 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怎麼樣 在太平溪的部分 大概就是提供我們現在 路提供過的那個路基的部分 另外大概我也跟我們同仁 考慮過很多 現在這個路基 路提供過的時候 你這些沙石應該要參加利用 對對 你不能在那裡放在 你說你挖起來又放在兩邊 到處一來還是衝掉沒有用 大概我們會固定核道就不會分析 對啊 好不好 好吼 那就給你辛苦了 好謝謝 好謝謝 張議員我們接下來請 吳秀華吳議員巡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當會主席 首先要請教一下我們 建設處吳處長 還是要請您先起來一下 吳議員長 延續剛才這個 張主任張議員的議題 就是這次這幾次的風災 我們在這個綠色隧道這邊的 淹水的情況非常的嚴重 那這個整個淹水的狀況不只是綠色隧道 就是剛才張議員提到的 延續下來整個南亡里 悲南里 對整個到一直到悲南交友站 這整個水是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知道這是台九線是非常重要的一條 道路 就是我們連外的非常最重要的一條道路 所以說 當然我知道 部長你們前幾天的會堆 已經把原因找出來了 就是這個農民的擋土牆 可能擋到了原來的水路 造成它這個 變成水就亂竄了 那這個部分當然是農業處 現在要去處理的 就是讓它那個擋土牆 稍微有一個 整個打掉 還是就是讓它有一個宣洩的出口 這個部分就是 它是本來有一條溝 農民就是 因為那一條溝旁邊是農民在耕作 所以農民就把那個 就讓那個水從路上流 沒有進到溝裡面 現在農業處的部分就是 把那個原來溝的部分復原 復原以後 讓那個水可以流到那個溼骨海水 然後可以排到台北溪 那我要在這裡要強調的重點是這樣子 這個氣候的變遷值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說每次的狀況也會越來越糟糕 那我的重點就是說台九線是主要的道路 那這個時候就凸顯了 在淹水的時候就凸顯了這個替代道路的重要性 那我們現在所謂的替代道路就是 處長你們這邊在推的太平溪的左岸這個陸體共構的案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急迫性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你可以告訴我這個案子目前的進度嗎? 目前大概整個陸體共構的計畫 針對計畫的部分 經濟部已經核定了 是在今年度合定的嗎? 對 九月份合定的 然後他用地費的部分 大概五億用地費的部分已經核定了 目前我們就在辦理那個用地取得的作業 上個禮拜我們也 縣政務也我們有組一個 陸體共構推動委員會 我們把一些議題都提到那個 因為整個徵收的時候像地震處農業處 土地那個地商物 那個查顧的問題我們都有查過 所以現在就是等於錢沒有問題了嘛對不對? 對 前沒有問題我們現在就是開始來動工了嘛 就是在土地取得完之後就可以開始來做了 那預計這個時程大概要多久? 預計期程大概明年六月份 就是我們打算把整個工程分三段來做了 第一段是太平橋到南網橋的部分 這個第一段大概工程的部分大概 這一段明年六月就可以發報 還要到明年六月才能發報?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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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整條線完工大概要拖到什麼時候了? 應該107年底 107年底 主長是這樣子啦 剛才你說有成立了一個就是跨部會的這個專案 推動委員會 推動的委員會嘛 我們是在想說是不是可以請您這邊再持續努力看看 既然這個道路這麼的重要 是不是可以我們儘快讓它可以再早一點 最少不要拖到 可以的話我們當然希望可以縮短這個時程啦 好不好 盡量讓這一條 這個我們再來努力 對盡量讓這一條路可以早一點來完成 這個是我們也是很多民眾的期望 那再來要跟你討論的是這個幸福住宅的案子 那個處長 我們現在第一期那天已經公開就是抽籤了嘛對不對 對 那目前的進度是還沒有發包嗎? 還沒有 就是目前 我們大概兩個禮拜都會跟建築師討論一次 目前進入細部設計的最後階段 那設計完大概就是可能就是要公開的來招標了對不對 那在這個狀況下我在想說第一期 反應當然是非常熱烈 所以說你們現在 縣長那天在市政報告上提出來要退出第二期 但是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在第一期 在還沒有飆出去之前 你們就急著要做第二期 會不會有點操資過期 因為很多問題可能你們都還沒有看到 你們現在只看到了市場的需求 是不是 目前大概我們現在主要就是 大概那一天在抽籤的時候 很多鄉親 沒有抽到那個 像可能是看到很多鄉親 就沒有抽到 眼淚就馬上留下來了 就是很希望 這個送獎率大概是多少 三成 大概三成 三成左右嘛 所以還有七成的民眾有這個市場的群眾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就急著要推第二期 而且大概我們當時訂的那個門檻 也蠻嚴格啦 就是 我現在也要跟你講到 家務所得 百分之五十以下 這個是 確實是 高了一點喔 你這個門檻 不是 你是不是違背了 當初我們要推這個幸福住宅的利益 他主要就是 這一些人 確實是我們 縣政府應該去照顧的對象 應該他比較有能力的 他應該在市場去買房子嘛 就是 縣政府要什麼要推 就是 確實需要縣政府照顧的 是 他是交互所的 在台東線來講是百分之五十以下 確實是他沒有能力到社會上去買 跟建設買房子的這一些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跟我反應啊 說真的非常的嚴格 非常難申請 那你們有沒有在考慮 第二期在推出的時候 你們所有成功的條件 有稍微做一下調整嗎 就是說你第一期所碰到的問題 是不是應該提出來 委員 我認為就是說 能力不足的 相信 確實是我們縣政府應該去照顧的 特別照顧的 你如果一般像 我們公務人員 大概自己 你要買房子就自己想辦法 那一些來登記的 這確實是我們縣政府應該去照顧的對象 但是你們在這個資格的 你剛剛也說了嘛 你們也覺得你們第一期的資格審核 是非常嚴格的 有沒有考慮第二期可以稍微放寬一點 讓很多譬如說單親的婦女 因為我身邊就有很多這樣子的朋友 他們只因為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他就沒有辦法申請 就是說資格條件可能是兜嚴 兜嚴 兜嚴去 對我是希望說你們針對第一期碰到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再來第二期 既然要推第二期了 我們就把它做得盡善盡美 就是盡量我們來 就是給真正需求的人這樣子好不好 好 那另外呢 你們第一期推三百戶 第二期預計也是推三百戶 這樣加起來就是六百戶 那六百戶我們用一戶 大概四個人來做計算 這個就有兩千多個人的 算是一個規模不太小的社區 已經算是蠻大的社區了 那所以你們在相關的周邊的這個道路 所有的公共設施等等 是不是一併都要通盤的納入這個檢討 這個會的 好這個要提醒這個處長 就是說既然要做我們就做到最好 不要像我們之前台東所推出的一些國宅 到最後變成是沒有人要買的一個房子 因為在品質上也不好 周邊的公共設施等等 生活機能條件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我覺得這個都是你們在推的 這個案子的時候要去注意的 畢竟那個名字叫幸福住宅 就是真正要推出 讓它是成為這個名副其實的幸福住宅 好那處長您請坐 謝謝 再來我想請教這個財政處 那個盧處長 請教您 就是因為權限我們這個裁品校的學校非常的多了 到目前為止 你知道我們因為裁品校而被閒置的這個學校幾所嗎 大概十來左右 對十來左右 那目前使用的狀況就是每一所閒置的學校使用的狀況您了解嗎 我不是那麼清楚 不過一般在裁品校的時候都會委託附近的國小去代管 或讓附近的社區來做經營管理 對基本上你們是這樣的立場 那你在這個校地活化上 財政處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當然 因為基本上大部分的校地都是國有地 現有地不多 那我們當然 其實如果國有地最簡單就是拆掉還它 不過我覺得這樣很可惜 對 原來的建築就已經在那裡 花了這麼多錢 所以我們希望校社 第二當然希望跟社區來結合 或跟台東的不管是產業 或是有做什麼 包含一些 現在我們衛生局在做一些長照 也希望用到場地 那我們現在每一盒這樣相關對於聽社需要的單位 來做每一盒 讓他們做功能的使用 所以站在這個財政處的立場 你們是非常非常的希望這個校地 閒置的校地來做活化嗎 當然 不管是這個社區 社區當然像是可能會來認揚 做一個非營利的這個使用 另外就是可能有一些民間的機構 他們會去做委外的經營管理等等 那目前我這邊收到的是這樣子 有一些陳情是說 像是社區發展協會 他們送案子之後到了財政處 財政處卻百般刁難 當然這個是兩兆當然要聚集起來 才知道兩兆的說法 誰是誰非 我在這裡是 因為財政處的立場非常的清楚 你就是鼓勵嘛對不對 那我想以你們的專業背景 是不是多多來協助這個事情 讓它可以圓滿好不好 我覺得立場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百般刁難 那我覺得我很冤亂 不過如果有個案的部分 是不是讓我了解 是 會後我再讓你了解 看是什麼樣的案子 真的就是實際 我們希望 當然它必須有符合一定的條件 因為我們都不希望說這些閒置的校園 變成犯罪的死角 那可以活化是最好的 那我請財政處來繼續努力 第一位是我們林參天議員尋到時間 十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吳處長 吳處長 吳處長 跟你探討了齁 今天禮拜 有一個某一個立法委員 來在黃埔局 來解決這個 有關的個設檢量的問題 但每七名啊 說要檢量 但事實 這個是一個台東的危機 不管任何政黨 我個人的主張 禁止風化爐運轉 這我個人的主張 但是你要了解 最近每天有說 台東的垃圾拿去高雄修 未來一檔過去 要載一檔白的火車回來在台東 既然我們的黃埔局長說的是安全的東西 荒唐 外面有人在團結 說這個火車拿回來 就是要來蓋到我們台東這個信有國財的材料 千里留給他調查一下 我在這裡要進一步 讓我們台東人所有要買國財的人 你們 大家要很清楚 很清楚 台東原信有可能蓋到這個信有國財 是蓋到高雄 請到那個風化爐的火車 來做他的材料 一定不是這樣 一定不是這樣 不會這樣喔 一定不是這樣 那有的 一定沒有的 沒有喔 但是我要跟你報告 你看看 台北市 柯文哲市長 已經發覺到很多公文工程 就是都用這種規法的火車 下去做材料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所以我要借這個時候 既然你已經打出信有國財的第一步要走出去 門心自問 不要再繼續蒙騙下去 我要告訴各位 因為政府在市政 很多地方都是用欺騙的 我簡單再問你一個問題 那萬頭節目 這現在是名七段徵收台東的土地 是不是 是 那你有沒有所謂的兒童公園的公社 有沒有 這個我要查一下 那我給你報告你 結果呢 土地把人家徵收了 委會地也賣了 公社不做 在這個時候 你站在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我認證在這個議會 你報告這個政策 你有信不信要把那個公公園完成嗎 這個部門 那是屬性啦 七段徵收的業務不是我辦的 不是也沒有 但是這時候你可以跟上官單位說 這塊土地 因為你跟土地也很內行 既然七段徵收後 公有土地 你在那裡把人家出賣之後 你耶 我有辦法 我還給你 那不是我的負責任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 你來的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說 這兩人明知 但是你不敢說出來 不是 如果你要 沒有啦 如果我的看法 老闆說你今天要出賣之後 你會有政府 把那個 兒童公園一定要落實 他的政策 把公社要做出來 如果是你個人會希望嗎 這個要看當時 他 他兒童公園 他的開闢費用 有沒有在七段徵收 沒有就是 不是七段徵收六四 六的人 那是針對土地 那是針對土地嘛 你現在就是 兒童公園的開闢成本 也沒有在七段徵收裡面嘛 如果有的話 他兒童公園 開闢費用 他就是 在辦理的時候 他就要開闢出來嘛 結果政府沒有開闢呢 沒有 就看他的 對啊 就是當時政府就是承諾說 要做運動 做兒童公園 結果 結果 承諾你賣掉 那就要看 對 那就要看那個 巨蛋徵收的主辦單位 他們當時為什麼沒有做 他說他本沒有做呢 沒有 沒有做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剛 我說他事實 你了解別浪費時間啦 這件事是 客人裡面是 政府要做 結果他沒有做啦 你站在一個政府單位 你自民這樣做得對嗎 不對 那就要做啦 要再做 要再做 阿你想 你的家居要在那裡 你的家居跟那個公園 有結局 你以前說 如果你住在那裡 有點有點 你是不是希望政府要錄飾 他的承諾 當時這個僧是政府要做 結果辦公放在那裡 不可以 中間 在台中 有很多這樣的現象 都是咬氣片 委託還沒抓 公司就結束擺爛 然後呢 現在,我們的水污水,只有兩盞燈排水系統也沒有做,地下水就比較可樂,在台東比比皆是 這個就是政府侵犯人民的意願 我們現在要做專行政議,我們都做一個公圖 我沒有希望說,我們在公圖裡面所做的事情,為別我們的政議和消費觀感 意思是這樣 一個老人,他一個地方做五十年,你就每七年還要把他變做駐台去 公司還沒有弄好,設備還沒有好,地下水就把他徵收了 那他做的到年,要買那個地方,要來入這個水污,沒有材料砸 他不管,你不要砸,我就是幫你炒風 這事明是很大的落差跟人們的期待落差很大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時候,我們有時候要來探討,啊有什麼呢 活生生把一個老農他的土地最後,最後為了這個地下稅把它查封 你說他情而以堪 他沒有任何的魔生的技能,對不對? 那你要叫他怎麼樣?那你硬生生叫他拿這個土地要去人,台貨來,落這個地下稅嗎? 不宜啦 老次長,我說的是說,再有效的經費,你不要放開之後,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鳳台那未來以前,我們的第一月北京,第二月北京 我在說這個時候,我們的議長,全國都累了,都沒苦了 我也要讓議長,真的未來有一個戰鬥力的好戰將 鳳台那未來以前,都已經廢了,你那邊就半個多年了,一人三十五十,要每天走來,你如果油彩看,啊有這麼多東西 不到不然尼伯特來的時候,你知道嗎?在尼伯特來的前一天,請說一天 第一北京,第二北京,還有多少可以動資?你了解嗎? 我不了解 主席,尼伯特來的前一天,請你告訴我們台東人,台東的第一北京,第二一北京,總共還有多少錢? 跟議員報告,因為那個伯母現在手上沒有那個時間的統計數字 這樣我拜託,你把第一北京,第二一北京,尼伯特要來以前,所開啟,所悔啟的,叫小夥跟鄧尼伯特來的,你告訴我 我們的預備經動機,都依照相關的規範跟權貿易 對,對對對,不好意思,我們用幼山為國,我們都相關規定,一隻臉堂也要扣扣扣 되는帽子,要扣扣扣子,要扣扣子,要扣扣子 主席,你注意聽這錢,這個將會來陪魔術,這大家要注意聽,那個陳新處,所長 這個齁,隔空抓要的審理你要寫起來,你要學起來,你要學起來,七十年難道,台東的土地還要等於最高的, 以後最好把陳女二八四年 這七十年我跟她說怎麼核酸你怎麼知道 她當時要露心你而已 還搞這房子這樣多閒接下去多七十年兩人多閒閒 吳處長這你知道齁 這人這有八字都閒在裡面 要用一個地上錢有一個美鳥 都是為他後一台在設想 這條路後來的時候 我當時露心我叫他多出社會資料都可以閒接下去 那那個人生什麼我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也不用太多 沒有啦要太多放 你的人可愛可愛啊 這個人我沒辦法 反省都要太多放 這是一個差不多的啦 這是一個比較快樂 蛤 我本來很快樂 所以說啊 五千的館長跟我們說這是一個快樂的聲音 記得啦 他的太太沒快樂 他在沒快樂裡面 他在裡面來叫他們 叫母來告議員 這個人還沒有聲音會快樂嗎 拭目以待 我真的會讓他們很快樂 主席 來你我記得一下 那個蔡親主委你不要起來 我們請說 現在對你比較客氣 沒有啦 外頭送到你怎麼給你散掉 然後我們也沒什麼外頭送 我告訴你 你站在台東這個位階 我希望你要真的要本著你自己的做一個工夫的良知 任何一分一行都來自民間 在台東在這幾年一定會很慘 會非常慘 白夜消停 尤其我們的觀光產業 在一中市場的一共打擊之下 九個公司在還沒有 真正找到一個 尋找一個答案的時候 我親美各位 加強我們各基點的一個安全設施跟提升那個水準 我們把外面世界的個股能夠引進進來 不要靠一中市場 一中市場台東真的會破損 那未來碰到一個金融風暴 接著經濟的社會秩序混亂之後 社會大家全心就互動 你說喔 我們的城邦 這個老闆娘 城邦什麼人出版的你知道嗎 有所長你知道嗎 請問你說什麼城邦 城邦啊 城邦啊 這個企業 這就是台東的城邦 城邦,心管好花心忐忑不安 但是那是一個企業的良知啊 我也是敬佩這個女人 王山儒 是 這個女人不簡單 她有肩膀 一個城邦要養一個城邦 一年三四千萬四五千萬 但是她還是搖緊牙哥 把她撐下去 台東的產業 她造就了多少的就業市場 其實我們人心自問 我們要特別的感謝她 舉起大家 尼泊特之後 我們共有守護台東 把每一分美好的財政 把她顧好 台東才有未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林三千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張卓然議員 質詢尋答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先生委的 一級主管 以及媒體先生 小姐同仁 大家主安 這個 本期再次發言 這個建設處 說服單位 我想你們聽先做一下 我在講 最近 我在走訪基層的時候 聽到一些問題 哪有平時 人家給你們反映的一些事情 我就很具體的 很 很簡單的 跟 各有關單位提出一個意見 然後應該 我相信你們是比較專業 對這個工作會比較熟悉 那我就不多講 我講重點 這位建設處長 是 這個北南鄉 出路村 鎮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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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東宮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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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條 到底是梅元溪 還是無名溪 還是什麼溪 因為一直到現在 我還沒找到這個答案 但是一般人所稱就是梅元溪 梅花的梅 圓地的圓 他這個 追討就對了 你以前的梅元村莊 要有一個水口 三點的水都回那裡 一直流流流 流到台九 就鎮東宮那一帶 到鎮東宮那一帶 的台九線的 台九線的路上 在路邊 轉角九十度 到鎮東 這一個排水 那這次台灣我們看 出場有空的時候 可以去了解 山上已經有在潭房 為什麼雨量太大 那每次颱風來的時候 那條河流呢 就當一個怪手 一直下雨 颱風風在吹 他就哇哇哇 就是說 落到水嘛 比哪開 那就老條嘛 如果我在想 有一天如果說 沒有這個怪手 沒有民間協助 這個老 這個老闆 如果他沒有怪手以後 那個附近都沒有人 就是有人有怪手 他不願意 沒有主動 這個是非常主動的喔 連續四五年 他主動親自 深夜 齁 去把水溝打通 把沙子一直動 他 流不中了 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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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如果沒有 現在的新台酒線 跟初路民風一帶齁 都會淹水 那當初坐這個河流的時候 我想我們 village 政府 也是有參與角 阿地方鄉政東危 guards the United States 比較沒有那個地域才能力 那做好以後 他要維修 維修鄉公所有沒有做 有 在下雨的時候 跟上游 哪裏需要去補一點 包括白萊八十萬,三五十萬,就補修了 現在我講正當宮底下就是台九縣那一帶 相公所也做了一個覆蓋工程 你像我們現在的水災,你寒冬很小,你一給它覆蓋 不然你有樹枝攔住,那整個寒冬都塞掉了 那在之前兩年,就有發生這個問題,很嚴重,整條水溝都塞掉了 塞掉了,現在新的鄉長,我就跟他講,下一次水要從哪裡流 台九縣,兩個台九縣,新舊台九縣,變成就是他的台水,變河流 他看了這麼嚴重,我說當然是嚴重啊 那怎麼辦,我說怎麼辦,開挖嘛 結果在艾儀在工程的實現裡面,他又不能把它做廢 然後就叫那個乖乖啊,下去裡面挖 挖一點就倒退,挖一點就倒退 即使那個花兩萬塊就好了,即使花那麼多錢,施工困難嘛 那這個問題我希望縣政府能夠把他當作當務知己一定要改善的地方 不要等到尼伯特爾以後到處是怎麼樣的時候,然後再亡羊古老 我想這一點,你應該那是重點跟相公所好,來那個 我在這邊有一個意見就是說,這個河流,河流,河流在跑,這邊是土地 那一段的河流應該是國賓來做他管的 好,馬上最多大,你這樣照顧這點怎麼跑呢 這一點我是提供意見給你參考 我請教一下張宴,他那個算野稀嗎? 我也不知道什麼稀啊,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沒人稀而已啊 我沒有去看那個圖啦,到底他的名稱叫什麼稀 是不是我們會同農業處跟公所? 之前縣政府曾經關心過好幾次 也很多地方是縣政府製作的,水保單位也有做過 可是縣政府那個時候是縣政府的水保課還是水保局 還是縣政府跟他們過通商品做的,我這一點我就會記得很清楚了 那我們會同那個水保局,水保課還有相公所 所以現在我希望縣政府去做,不要說這個是北南大溪,太平大溪什麼溪什麼溪 這個有名字的你就去做 往往就是沒有名字,就像石谷一樣啊,沒有名字啊,沒有名字造成台東水患啊 這一點很重要,我們替你發現問題啊 那如果你們在問題裡面一定要,要很謹慎的去面對速度要快去處理,好不好? 跟相公所來聯絡,那我們會看的時候再請議員一群 這個增加你的工作量啊,增加你的工作量啊,這個不好意思啊 但是我就替你們發現這個問題,替地方發現問題,希望你們立即來改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在委外測試的時候 我希望縣政府現在官員都這樣啊,不管任何單位相公所一樣都是委外委外 其實外面的工作他們委外接受之後,他們就把那個圖拿開來就給他設計,現場在哪裡也不知道 結果去施作的時候跟地點完全都是出日啊,做的都沒辦法啊 所以我想說提網方面也是一樣,這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哪裡要散彎,哪裡要怎麼樣 其實我們的設計組,有一個是專業的觀念,跟大自然觀念完全相違背啦 所以水紋喔,水紋在跑不是能設計的水紋,它要走喔 像我們人家開車也就像啊 你開的路不是我們開車所需要的一個角度 你開的路我走也就不舒服啊 大自然一樣,我們這是很多台湖喔,爸爸水紋以後一直到現在我們都可以認知到 所以早期先人所講的話都是有道理的 提網要走的水路跟我們人的水路都沒辦法啊 所以我們現在用人的設計齁,跟提網沒那麼矮的 它的水路完全都很沒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以河川真理嘛 啊,大家早民一代了啦,政府給他蓋房子來,河流做小一點啊,怎麼樣 啊,都是這個很多因素 就這樣做成的啦 你現在看到爸爸水紋也是這樣,大家 以前的河川的 河川的中心點變成是他的建立建方式 你說不流掉嗎? 會看好好啊,你沒看電管 有時候你站在機構林下去看這個平眼 你會害怕啦 真的會害怕 所以我在這邊說歪歪測試的問題齁 過去以往我們在測試,兩個腳一定要走到現場 眼鏡要到現場看 要搭,現在不是啊 都沒有來到現場啊 設計出來的土跟地方完全都不一樣 不敢說白是白啦 非常關鍵的地方它就不一樣 我就想做一個馬路就好 這條路這樣做得順不順喔 比這塊比較順啊 可是我前面有一個水鍋喔 不管大還是小喔 那是凹下去的 結果它設計圖裡面是高起來的 不然要添土的,你變成要遺土 我就一直講 不然我走很平的,結果被它爬坡 啊有的我要走很平的,結果要走降坡 所以這是我們偉外測試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啊現在政府官員啊 你接著導委很輕鬆啊 我正來我就偉外啊 幾塊一塊我 啊變成說 外面設計的 現在我大概審考 合理嘛 他專業嘛 裡面大部分都沒有什麼意見 啊他問你出在哪裡 出在現場跟你土是不是 吻合的問題 我告訴你怎麼就是我 以我們委外的部分來講 大概我們都會跟測試公司現場去職界啦 我們的同學一定會 然後設計好的時候我們 像我跟我們副處長 還有計證還有科長 我們都還會 其實市長我在這邊講一個 你從計程幹起你很清楚嘛 我是設計公司 我到現在你帶我去 搞不好我回來你的方向我會很忘記的 因為他不是經常在這個七塊零活動 啊我們政府官員從考試合格 從職業開始 剛剛看到今天 你講哪裡我就一點我就知道了 因為他很熟啊 地形熟啊 作業起來會比較方便 也比較務實 所以我在這邊就講說 最後一個部分 我借這個機會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謝謝 委外當然是很好啦 你們輕鬆 但是輕鬆的當中 他後面所背負的一些問題 我們想 我在想 你們要用你們的專業 我們要加強對現場 那個地形地貓就了解了 都不一樣啦 那我保證都不一樣啦 那山東地方 你教那個地圖你熟了 對不對 那怎麼很準 弱眼的東西不嚴準啊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謝謝張主任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洪宗凱議員質詢 請詢答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再麻煩吳處長 之前的定期會裡面有提到的案子 我再代替民眾來追問一下目前的一個情況 一個是南京大牌 目前在大家反對之後 那目前怎麼處理 南京大牌大概 我先講桂林北路那一段 那一段大概我們會以架構的方式跟水利會來談 另外在南京路的部分 我們先 你剛剛上一段所提的 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檢討 我們會納在那個計畫裡面去處理 所以就是不做農特產品展售區了嗎 目前 應該目前的方向就是我說明的這樣 就是朝向不做農特產品展售區 對 確定是這樣 就朝向這個方向 所以目前就是不再談跟水利會就是換的部分了 謝謝 那處長另外一個就是 有關成品書局在107年度的 106年來107年的 約就要到期了 那之前有講到旁邊的成菜 現在已經幾乎都快蓋好了 不過我想 一方面大家對它觀感目前好一點 原因是它把東洞館的這個意向有稍微把它恢復 那但是提到它 聽說目前 檢調單位都還在調查這個案子裡面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好像一直都還有在追 那我想問的就是 當初在做這個 就是建幣率 容積率的換算的時候 有把成品後面的那一塊 放到它的基地裡面來計算 對不對 那之後 成品書局的約到了之後 成品書局目前是會繼續留還是會離開 這個部分 大概就正如 洪宜剛剛講的 後面那一塊地 我們現在已經交給成泰了 對 因為它就是 跟成品的部分 我們當時有變更 成品那個部分的使用執照 就是成品的部分就只有 靠那個保衛路那一塊 至於那個約的部分是文化處在處理 那目前就你知道的 它的一個 就是說 在約期到了之後 這一塊地還是一樣可以 假設成品有意願的話 它是可以繼續使用的嗎 還是你已經把它變更成停車場用的 目前這個房子還可以使用 那用地呢 地 因為還沒有變更完成嘛 就是等變更後了 成品應該說它的約到了 或者政府現在我馬上有其他的計畫 應該 我們才會 就會請他離開 對 所以現在應該可以這樣講 成品書局應該在約期到之後 會離開現在這個位置 可以這麼說嗎 沒有 因為我剛剛說明過 這個約的部分是文化處在跟成品在 好 那大概有一個頭目 有一個我在跟文化處來講 因為畢竟約的部分是他們的業務 好謝謝處長 請坐 謝謝 再請教我們稅務局長 局長 我們台灣齁 現在大家蠻重視的一個問題 是今年 明年度開始地價稅要調漲 那 今年 那台東目前調漲的情況 是怎麼樣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嗎 跟紅眼報告齁 台東平均調股是16.5% 那在全國二十幾個縣市裡面 它應該是 中段版 中後段 中後段 是 那調漲的是全面調漲還是說某些 對 詳細細節可能要問地震處 因為是地震處主辦的 那我們根據它調漲後的公告地價 來核算地價稅 所以我在那個 今年度的 明年度的預算裡面 還有 好像實證報告裡面 有特別提到說 在地價稅調漲之後 我們大概可以多 集證多少的費用 對 因為我們的起證數已經算出來了 就是我們的核定數 那 跟去年相較 我們大概增加了三千七百萬左右 三千七百萬 那 有預計這個費用要怎麼使用嗎 這個是同收同支 對 那坦白講 今年土證稅是減收蠻多的 因為整體的 這個土地的這個不景氣 那土證稅也是機會 所以買賣的情況 這塊還cover不過來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 買賣的情況確實是 是 跟去年比較衰退蠻多 而且在 經濟日報的統計結果 事實上到八月份 台東的衰退幅度是最大的 是 所以可以明顯感受到 其實增加這麼一點點 所以我們社務機關來看 事實上還補不上 土證稅衰退的稅額 那 我們 你剛剛在說土證稅降低 是因為買氣減少 那這減少部分是 大部分農地還是包括建地的部分 事實上 農地的部分是 農地農用的部分的移轉是 不課土證稅的 所以是一般用地的移轉 大股收檢 是 OK 好 謝謝局長 請坐 再來我想請問一下我們余處長 在您簡報裡面有提到 TDMaker的部分 那 據我了解 就是 台東一開始在推TDMaker這群人 有小小的抱怨了一下 就是說 這個TDMaker好像做了之後 對他們來講 在推動這件事情 好像沒有太大的一個幫助 那我想問一下 處長您現在TDMaker 推的情況現在是怎麼樣 我知道前面有甄選 那甄選這些團體是都有進駐在我們TDMaker的這個地方 對我們甄選有分兩梯 總共28個團隊 那第一梯是進駐到東大的這個園區 然後第二梯的 是進駐到園民村的園區 那個部分還沒有 所以第一梯進駐到東大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 團隊都已經搬到台東來了 那至於說他們平常 什麼時間進去 我並沒有那個出席 並沒有進駐辦公室的那個 但是每個禮拜二都會有一個大師的論壇 那那邊參與的人就非常多 那我們給予這些 進駐的團隊什麼樣的協助 或者是優惠 進駐第一個是空間 我們第一個是空間的提供 然後相關的設備 因為是東大出的錢 所以相關的設備可能包含音響這個部分 東大都還在準備當中 但是桌椅這些東西全部都有 空調這些東西都已經完備了 所以他們經常在那邊做開會使用 那我們就是提供一個空間 那至於說他們在這進駐的半年裡面 他們需要了解地方相關的需求跟建設 然後他們提出他們的建議 或他們的計畫 然後我們根據他們的計畫 我們爭取經費 來寫助他們來完成這樣的計畫 那這個是必須要進駐半年之後 25個團隊對不對 28個 28個團隊 那這28個團隊的進駐 他們常態性都在這個地方嗎 目前你知道 常態性 因為他們平常流動的時間 我不會去登記他們的出席的表 但是禮拜二我們這種大師的論壇 一整天出席率還算蠻高的 而且甚至還沒有第二梯 第二梯還沒有進駐的 也都會從台北過來 所長我想這個 這個起頭這個概念是非常好 一開始TDMaker 我也跟台東的一群人在推這個東西 所以後來也很感謝縣政府 開始做這一塊 不過我想 這一次的徵選 28個團體幾乎都來自外縣市 那 但是都跟台東有一些的 鴛言跟關係 甚至是台東人到台北 他們明明回向來 所以這個比例也蠻高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未來 這個在進駐的一個條件上面 稍微降低一點 讓台東的青創的這群人 他們可以進到這裡面來協助 因為在台東他要找到地方 去做這邊確實有困難 所以我們非常樂意 只要空間夠 我們覺得非常樂意 要請更多的在地青創團隊紀錄 OK 那我們再努力跟東大爭取 那個新的空間 不然東大現在 放在那兒 站著毛坑不拉死的 到底怎麼時候把這地方撕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 雖然我是優秀校友 但是結果我把他講一下 公平話 謝謝市長 我們努力爭取好不好 然後幫助 多幫助台東願意清創的這些 這些 這也是縣長的本意 所以我們一直在增加 所以第二基地也是 因為縣長看到第一基地的人 爭取太多了 所以才爭取了第二基地 是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剩下一分鐘我想問一下 鲁市長 我問一下 我們上禮拜討論這個設定地上權的事 大家都很關注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好 設定地上權 處參法BOT 不用經過議會同意 現在目前台北有一個案例 處參法不用經過議會同意 設定地上權要不要經過議會同意 要 請問你這個案子有經過議會同意嗎 有 夾帶在什麼地方 不可能夾帶 我可以犯那個相關的紀錄給議員參考 而且我們70年 像高雄也是犯70年 大部分 每次都犯70年 我們是比較中央的規定 你有在議會裡面提案我們通過同意嗎 我可以把相關資料送給議員參考 好 再麻煩市長提供 我們什麼時候通過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把資料送給議員參考 我把資料送給議員參考 我們不同意 不過70年跟公司 我們比較中央的規定 台北市 高雄市 我想這個東西 留給大家 可受公平 我想現在我一定是依法辦理 我們一定是依法辦理 好 再麻煩處長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們請我們張卓然議員 請到時間 時間鐘 謝謝主席 那個稅務單位 我想很誠懇的 將地方的反應 我們的感受上 給處長跟團隊做個參考 台東是一個怎麼樣的環境 大家都很清楚 這幾年來 當然我們現在講說 台灣經濟 如何如何如何 可是我們台中人 真的感受到了沒有 這是見仁見智 有錢人 當然好 公共的薪水造領 當然OK 但是我相信你們有另外的想法的理想 台東這幾年來 你說誰好 我看到的都是企業界 其實那個北南的那個原來 北南的宋斯嘉 我做農的 我們自己也辛苦賺錢的 拿出口挖地的 我自己賺的 剛好遇到 遇到這個 這個這個 釋迦 當然好 如果這個擴除掉 老八老爺之前 擴除掉 台東沒有行業了 執照的你當然OK 也是這幾年了 所以台東人的生活 的確是非常的困難 好 我們看彌伯德之後到現在 來 我現在你說啦 我還要問 你怎麼做的 我要去做 我要做什麼 不好啦 現在 不要說他們聯合本席 照理囉 我現在也是新危異人 但是我還是蠻堅強的 其實我是有中國賣的 好 之前想要賣一塊 是黃永慶的工廠跟我買 在封港建一個木屋 而且我沒有賣 那個時候剛好遇到 氣喉 體喊就對了 大家都沒水好吃 我就錯了 是不是 影響的水壞 所以我們有考慮大家的生活問題 所以我們也是割愛 犧牲 所以今天我們台東來講 不管做農 做什麼都好啦 這個人在掃的 大家都心灰意囊 不知道在做什麼 做累 有沒有價錢 有沒有保障 有沒有 風災大家都受損 農業商業都受損 對 你說其他的地方 你說颱風來清洗的話 我們備受災害 受到這個痛苦 可是我有存錢啊 我營養裡面儲蓄 我有一點啊 農民沒有啊 你看到說很多 我承認 可是當支出的時候 你看到這一幕沒有 所以我們的叫功能 都叫到哪裡 都叫到外勞了 啊外勞本身在 他也是不懂 但是外勞比我們本地人還好 他很認真 結果他的 他的工作 量比我們更厲害 做的也比較好 那現在呢 又不一樣了 當他懂的時候 他價錢要體力很高啊 甚至於我們原來工資的 一倍兩倍 兩倍多 所以台東做農 的確是 在台東吃農品質來講 剛好今天媒體也有報導 就是說 農村現在缺工的情形 是蠻嚴重的 因為人口老闆 什麼東西 就是剛好今天 媒體也有到我報導 全省性的 農村缺工的情形 是蠻嚴重的 嚴重喔 這 現在我們台東 遇到困難 做農的 現在哪要簽名 要做什麼 找不到工人 找不到工 然後25小時 連夜挑戰 挑戰 挑戰 啊不然你看 做不去啊 太有實交性了 所以我談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 來 影射到台東冷得 在這塊土地成長的 生活都很困難 很困難 那我現在 最近我們的政策上 就是改變說 土地稅啊 網戶稅啊 其他稅都增加 那我一回到 回頭來講 在座的各位 我們台東 有沒有享受到 中央所規定的標準 我們享受到了沒有 政府帶給我們的 沒有 我舉個例子 台東對外交通 回家的一條 一條路都沒有 出外的一條路都沒有 沒有一個安全的路 那我們的車子也好 我們其他的稅 也好 也沒有說台東地區特別 沒有啊 我沒有分享到公民待遇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稅 那我 我不用這個角度去講它 我用另外一個角度說 我台人啊 真的 你該給我的沒有 像我今天講的西部的 高架橋 高速公路 像豬豬網一樣 啊台東呢 這一條路對外沒有 我曾經在大會也講過 台東讓他獨立 我們交給對岸的深圳來管 今天主要說你交給他管 明天就把你台東 把高翔路打通 看到人家的經濟 一夜之間天亮就變 台灣耶 那麼久了 一個台灣喔 台東只有一條路 很謙卑的要求一條路到 到外面 我要回家一條路到台東 都沒有 我現在政府也在做啊 一個公尺 那麼小的公尺 在國際來講 那個根本就是我們 做一個小小水過而已嘛 既然要花那麼光年 遙遙無情 這是政府的要求 我們的要求 政府做不到 相對的 政府只要要求我們台東 所以說要加多少 加多少 百分比多少 你馬上就執勤工部門 對台東人不公平啊 我曾經也要求縣政府 不合適宜的法令 用到台東 馬上立即反應 你公文給我 我可以不做啊 我認為自愛難行 對台東人不公平 你馬上公文要批要反應給中央 所以 在台東執勤不同 為什麼理由講出來 跟張一言說明一下好嗎 事實上我們 低價稅當然不是我們稅務局主導 但是也有考量到地方發展 事實上在中後段班很後面的 長途啦 好啦 房屋稅的部分我們也是調整 你講這個東西為了地方發展 稅收的問題等等 因素 來去影響整體的台東的發展 未來的問題 當然這一點我可以接受 但是相對的 為什麼台東今天的稅收 造成人民 比如說今天很簡單 我要加一塊 我有困難 為什麼北部的交十塊 你有困難 為什麼早期就是政府整個 整個財源通通放在那個地方嗎 忽略了台東嘛 所以台東真實的不發展嘛 你們記住去張萬當年的時候 跟他們就講過一下 要以五百萬人口到台東 五十萬人口到台東 我們都不要堅持 我們堅持 我們要無言中計劃 當年的議會 我們是全力反對 不是人多就好 像人多像道路過來台東 很多有什麼用 製造商亂 台東人負擔 台灣賺不到錢 一條龍 就是這樣的原因而已 一條龍是企業界賺錢啊 啊 台東人有沒有影響 有 是少少的而已啊 台東人還是靠自己在那 這個土地裡面 那些賺錢 比較實在 公務的人除外 你哪本事來講 我每天這樣跑 你說路客來 我在路客裡面 可以感覺到我的口袋 跟我的經濟狀況 有沒有改變 我認為沒有 不是沒有還倒闊 不是沒有還倒闊 所以我現在要的就是 你政府單位 也好 其實之前我也要求其他單位 你公文給我 如果自然而言 對台東說我不公平的公文 我不一定要執行啊 你不要把商量看得太偉大了 沒有什麼了不起 民主時代裡面就是要溝通意見啊 謝謝張營 他們不是聖人啊 他們不是神啊 真的這部分 特別是防護學部門 我們也是跟中央積極表達 所以你要公文給他啊 不是我嘴巴開會 嘴巴開會講沒有 我以後就沒有了嘛 台灣文化就是開會完 那個資料就沒有用了嘛 我說要你一直公文 那你公文給他 他怎麼回答 民意代表哪個公文 我們就可以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爭取嘛 我的意思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要替台東講一句話 我也拜託公文部門 今天公文你能夠安穩坐在上班 今天就是有台東的基礎 就是這些老百姓 三萬人口坐在那邊 有這塊土地 所以才有公文部門 這個基礎都沒有了 就沒有公文部門了嘛 真的很感謝張營關心啊 防護學部門台東真的調模 我講這個是以重欣賞的話 當然你會說台東調得很低很低 比中央的比例還低 這是我們考慮到地方的發展有限 我舉個例子 我們談到台東的房子 台東是重點最近發展的 心臟我不談啦 其他地方 我建一百萬的房子 人家 這次出來給我買一百萬的房子 比個例子來講 我住了二十年 還是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而已 他沒有一個屁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就證明說 證明說這個七塊 我再比個例子 我跟幾個政府官員都講過 深圳 北京 上海 我們現在不談那邊 我們談深圳就好 一千七百一百七百多萬人口 現在他們準備在加這一千五百萬人口 為什麼 今天他們這裡買了一千萬 他們都是台幣要一億啦 明天人家出價一億五 明白嗎 後來月一六 他們是在成長嗎 事實上房子跟土地是不是成長 我覺得過度的一個不增長的成長也不合理 那台東是土地會漲 房子一般來講是磁品 所以我們房屋稅的調 我也會考慮到台東的整體發展 適度的做一種配合 你說要我們調多少 我們就調到多少 這一點是 我們在稅務單位可以把關的 我今天講了那麼多 我意思是說很誠懇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 拜登這塊土地 真的大家生活 我這樣講 可能你沒聽說哪裡會啊 因為有很多公佈 你當然聽不懂 事實上你到房間去了解 老百姓 他們吃什麼 他們做什麼 你看到你也是 你看到說 他還這樣 對不對 其實我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希望說 早上規定你要什麼的時候 你跟他講 這個法律在台東諮詢不通 自愛難行 他們那個吃大餐的 他電話 他不懂基礎 基礎在幹什麼 我們當民意家人很了解 你說我被人家很好嗎 你們BOTS有燈啊 八百裝飾 什麼什麼 其實那幹活 那個苦的 真的 你不敢想像 那小孩沒有討厭 沒有討厭 討厭就沒辦法 你看看 那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 我也看不懂 所以你在嚴禁很多問題 你們把關台東這塊土地的人民 希望給他們一點安慰而已 不是要給他們什麼 安慰就好 我的感覺是這樣 大家參考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張議員 因為我們之後都沒有 今天就沒有議員在質詢了 您 就到今天 到這裡 所以 謝謝各位一級主導 我們今天的會議在十一點四十六分結束 謝謝 下午是分足審查及收集資料 打開 不會 descended 三十四分跟五十六分也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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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